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姿态出现 大佬的孙子被众人绑架还被位下不明耀武 八河会长要退位 各界大佬蠢蠢欲动 都想过来奋一杯羹 为了夺得会长之位 他们想方设法要除掉许家大少爷 少爷长得细皮嫩肉 惦记他的人也不少 作为八河会七大理事之一的陈清月 更是惦记他许久 还将他直接绑过来 被蒙上双眼的少爷不明白 到底是什么人要绑架他 会在地上的他求这些人不要杀他 他爷爷非常有钱 只要放了他要多少赎金都可以 这话也引来了众人的嘲笑 他不知道的是绑架他的大佬最不缺钱 惦记他的也只是会长之位 也就在这时陈清月走过来 再了解到他就是许家唯一的小辈士 他觉得无比可笑 原以为是个多么神秘的人物 如今却发现只不过是一个 毛多位长齐的臭小子 竟还妄想成为八河会会长 少爷从他们的对话中了解到 这次绑架居然和八河会有关 他立马叫嚣他爷爷很厉害 如果他们敢动他一根手指 他爷爷绝不会饶了他们 陈清月觉得更可笑 如今人就跪在他面前还敢嚣张 他将手中的红酒倒在了少年的头上 又解开了他的眼罩 他要让少年好好看清楚是谁绑架了他 少年记得这张熟悉的面孔 他不就是爷爷身边养着的一条狗吗 被绑着还这么嚣张 他彻底惹怒了陈清月 他不顾少爷的疼痛托起 他就往一边扔去 许家小少爷 不如陪叔叔玩个游戏吧 八河会不是你爷爷一个人说了算吗 老头想把会长之位让兵 那也得看你够不够格 我了不乐意 一看就是没吃过苦 长得比女孩还水灵 他撕开少爷的上衣 少爷倔强的反抗 我没做错什么 你干嘛欺负我 我要爷爷打烂你的头 陈清月逼近 如果不想死就乖乖躺好 我没有太多的耐心 少爷害怕你了 叔叔我身体不好 不惊吓 你别对我太凶 陈清月再次警告 少爷 如果你再哭 我就让旁边几个叔叔陪你玩 让你今晚哭个够 又或者我来 少爷不敢吭声 陈清月轻蔑一笑 真是不惊动 手下提醒陈清月 这是如果让老头知道 恐怕不太好 随后霍英拿出一颗 不明药片塞进了少爷的嘴里 其他人都被陈清月支开 霍英提醒他 不要因为这小子 长得漂亮就动外心思 你看他那腰比女人都要软 你说勾不勾人 那要不你现在就把他办了 我只对会长的位置感兴趣 不一会少爷就感觉 浑身发热身躯扭动 任由陈清月摆弄 随后又被拍下裸照 他抱住了陈清月叔叔 陈清月心丹情愿拥护他为会者 也也觉得这是天方夜谭 可他认为越是难办的 使他就越觉得刺激 大老孙子跪在地上像狗一样爬着 这可把叔叔迷得神魂颠倒 叔叔我好热呀 你可不可以帮帮我 手也不老实地 像叔叔的衣服里探拳 陈清月却一掌将他打晕 第二天醒来就看到了 最疼爱他的二叔 二叔许晗川可心疼坏了 半夜跑哪去了晕倒在门口 许然撒娇二叔要抱抱 许晗川叮嘱他 许晗川的姑娘都没他漂亮 上流的圈子缠他身子的人数不胜数 李博文更是直接对他伸去了闲珠手 不独自的许晗川更是恼怒到直接对了过去 似是好几的人还是早点早的办 免得将来孤家寡人 死了都没人送终 有劳许总费心 红是万年单身狗 相间和太极 原来此人是许然的叔叔 也是他爸爸曾经的好友 现在爷爷要带你去见巴赫会理士们 会堂所有大佬都在唯独不见陈清月 许然假装一脸遗憾 国外留学的他听爷爷提起过陈叔叔 年纪轻轻进入巴赫会 忠心耿耿那是爷爷的左膀右臂 今天好不容易有机会和大家见面 陈叔叔却不再还挺遗憾 话音刚落堂内立马一阵哗然 都开始对陈清月吹捧了起来 许然内心嘲讽 一群哈巴狗 好日子过久了就不记得真正的主人是谁了 其实他对堂内的大佬们了如指掌 一切也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大家都以为许家少爷只是个温室里的花嘴 只有陈清月不这么认为 老奸巨华的许正秦 不可能让一个废物做接班人 而且他也很稀罕少爷这种长相 那么这个游戏就好玩多了 许然见陈清月过来 下意识叫了生青爷 陈清月努力控制表情 别这么见外交叔叔就好 陈清月的气场压得许然喘不过气 爷爷也怪他不懂事 长辈还在站着 作为小辈要主动给叔叔敬警 许然立马起身照做 陈清月阻止他还故意调侃 小然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是不是刚回来不久水土不服 距离宴会结束还有些时间 小然要不要陪叔叔上去休息一下 许然知道陈清月的意思 当他想拒绝时 陈清月给他使了一个威胁的眼神 许然只好答应 到了房间陈清月卸下好叔叔的伪装 我分明警告过你 下次碰见要假装不认识 你是忘了吗 许然乖巧不扬 你要干嘛 不是按照你说的做了吗 然后又委屈巴巴 我没有和爷爷告状 陈清月抚摸着许然的脸颊 怪就怪在小然演技太差 一看我的脸就发动 又附在少爷的耳边 你这样会引起老爷子怀疑的 警告之后一把将许然甩在地上 跪在地上的许然哽咽 我都按照你说的做了 干嘛还要发脾气 坐在沙发上的陈清月俯视着许然 暗示他去拿打火机 要跪着爬过来 转过身的许然立马变了脸 总有一天老子也会让陈清月像狗一样在地上爬 拿到打火机又一副可怜楚楚 爷爷还在楼下你不要太过狠 陈清月拿出他的裸照在许然的面前晃悠 多漂亮的一副身体 就是有点可惜 这病样样的小东西少了点男子气概 许然看着自己的裸照立马感觉无比羞耻 眼也瞬间红了起来 他立马伸手俱强 可惜扑了的空 陈清月命令他点火 他跪在陈清月的面前一副乖巧模样 陈叔叔你可不可以弯下腰 许然跪着为他点着了烟 陈清月温柔地抚摸着许然的脸颊 你的眼睛真漂亮 许然一副乖巧模样 漂亮的只有眼睛吗 陈清月邪妹一笑都好看 许然拽住陈清月的领带 陈叔叔你可不可以把耳朵凑进来 我有个秘密告诉你 就在两人靠近时 许然一把抢下照片撕个粉碎 正当他高兴时 没关系我还收藏了许多 许然自知都不过只能假装服软 趴在陈清月的腿上 亲眼你不要欺负人家了好不好 求求你放过 那就看你听不听话 许然表示他很乖 会很听话什么都听叔叔的好不好 真的会什么都听吗 那就吻我 大老孙子被叔叔主动所吻 少爷一口将他手指咬破 居然敢嫌弃我老 经得我还偏要勉强 明天中午之前 许家少爷的美照 就要传遍京城的大街小巷 我能让你夜成名你信不信 少爷啥都不怕 最怕成名 许然立马求叔叔 委屈得眼泪直流 不要 那样我会丢死人的 还不如直接杀了我 叔叔联系扳服去他眼角的泪水 你应该庆幸遇到的是我 巴合会其他叔叔可没我这么好说话 许然可怜巴巴抱着叔叔的大胆 一脸茫然那是什么意思 叔叔一本正经 会长的位置是快肥肉 京城不少富商都眼馋 你一个屁都不算的野崽子 刚回国就内定会长之位 你说那些兢兢业业 几十年的老董事们能服气吗 许然撅起小嘴 那又不是我想要的 都是爷爷一孤行 叔叔教育起了小少爷 谁管你乐不乐意 不想死就乖乖收起小尾巴 只要你安分手挤做我的傀儡 我可以保证你这条小命 少爷不傻 说半天你不也基于会长的位置 我凭什么相信你 叔叔严肃起来 你没得选 少爷给叔叔主动送上额头吻 一副乖巧模样 我还年轻 叔叔会保护我的对不对 叔叔有种被小子气爽的感觉 老实说 你是不是在我面前演戏 许正清养了一个废物当即成人 我怎么也想不通 没等许然反应过来 叔叔立马送上他的香吻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今后请多多指教 许少爷 叔叔会常和你见面的 许然反应过来 叔叔你背的 叔叔就喜欢你这气急败坏 又不得不摇尾起怜的模样 像个兽气包多可爱 狗东西陪你玩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走着小老子迟早晚费了你 这场游戏谁是猎物 还真说不准 二叔又带许然参加应证 许然都等得不耐烦了 脸都要笑将了 二叔你就饶了我吧 这些人我也不认识 二叔又教训了他一顿 就你知道累 在国外这些年天天混吃等死 许然撅起小嘴一脸委屈 我可乖了 我有好好学习 臭小子给我长点心 搞这场宴会 还不都是为了你 京城权贵都在这 你要搞好关系拉帮结派 知不知道 许然一脸无所谓 真麻烦我还是混吃等死吧 来的一位漂亮阿姨 怎么说都是孩子 许二爷不要太苛刻 这位女士大有来头 她可是市长夫人 二叔漂亮阿姨都说 你对我太严格了 二叔揪起许然小脸蛋 真是不懂礼貌 什么阿姨 这位是市长夫人 许然呲牙咧嘴 惹得市长夫人乐呵呵 你们叔职关系可真好 许然表示痛痛 二叔你怎么今天怎么说我 阿姨抚摸许然的脸颊 你还真有点像 说话只说一半 许然茫然你说得像谁 一个老朋友 他叫沈南风 夫人 请慎言 二叔沈沈南风是谁 好像这次宴会都没有姓沈的 你爸妈就是被这个沈南风害死了 许然沉默了一下 许然报警二叔撒娇 二叔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听话 绝不会给你和爷爷惹麻烦 二叔你不要伤心 二叔一脸嫌弃 你本来就是天大的麻烦 那不也是你养大的 叔叔你真是个臭流氓 上厕所不洗手还想摸我 连人都以为巴河会会长 找了个废物当继承人 就连爷爷也把他当成傻白甜 还特意为他安排了一个贴身保镖 开会期间许然打起小差 无聊的会议也终于结束 身边被安排这么个保镖 也真是不方便 走到哪都像跟屁虫一样 甩都甩不掉 这让许然很是苦恼 趁着保镖一个不注意 许然撒腿就跑 你跑他追蛋就是甩不掉 上个厕所也要跟着 许然无比头痛 跑得像暗杀组织一样神经兮兮 好不容易甩掉保镖 又来了个叔叔 出门一定要看黄历 不然走到哪都能遇到狗 叔叔不讲五对一把抱住许然 跑什么叔叔又不会吃了你 叔叔你真是个臭流氓 上厕所不洗手 小声点 你想让外面的人都听到吗 许然自知逃不掉 未知到掉下了眼泪 叔叔虽然很混蛋 但他见不得小可爱哭 这次就先放过你 晚上下班不要急着回去 找你有点事 陈清月一个没抱我 许然趁机逃脱 疯 臭流氓还想亲我 没门 许然得意的撒腿就跑 小可爱真是越来越有意思 叔叔满眼宠溺 当逃出叔叔的魔爪 许然心情大好 还没来得及得意 真巧啊 小少爷我们又见面了 许然立马黑脸 好 今天真会气 下次出门一定要看黄历 叔叔耍流氓不分场合 电梯内对少爷闲猪手 小然少爷出来炸道 在公司可还适应 许然假装淡定 挺好的 大家都很和善 叔叔紧逼气候 是吗 那我刚刚话还没说完 你跑什么 许然尴尬 可能 我没听到 呵呵呵 叔叔贴近许然耳边 下班跟我去XFar 叔叔跟你说点事 许然假装无奈 也也不允许我去那种地方 叔叔看穿 在我愿意和你商量的时候 最好见好就收 叔叔送上香吻 晚点我在车库等你 许然大怒 真是臭流氓 陈清月带着许然来到酒吧 在陈清月打电话的空前 许然又被帅哥搭讪了 我关注你很久 有没有兴趣一起跳的舞 陈清月赶紧护住自家小白菜 不好意思太有人了 许然抱紧陈清月 对着她的脖子嗅了嗅 叔叔你身上怎么有补酸味 酸溜溜的 陈清月不承认 小少爷 我看你是想多了 许然勾住陈清月的脖子 叔叔那是我闻错了是酒味 你醉了叔叔 许然这么样 让陈清月有点招架不住 许然假装乖巧 继续调动 亲爷 现在这个气氛 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 陈清月把吃不住 直接送上香吻 不知吻了多久 小编也没看清 小少爷 你身上有种很特别的味道 什么味道 欲罢不能的陈清月 继续她的行为 这是血腥味 狩猎者的味道 少爷 你知不知道野外狼群 都是怎么确定伴侣的 说话的空前 直接对着许然的脖梗咬了下去 陈清月舔湿了一下 嘴唇上的血迹 现在你是我的了 本以为叔叔够疯批 但没想到的是 还遇到的是 扮猪吃老虎的许然 许然一把揪住 陈清月的衣领吻了下去 还咬破了她的嘴唇 感觉到疼痛的 陈清月一把推开了许然 陈叔叔 我可不是你身边 那些性格温顺 懂得取悦主人的小名羊 你要我我就咬死你 许然这股狠镜 是陈清月没见过的 他突然对许然 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 没等他多思考 身体很诚实地抱住许然 你真可爱 我开始有点喜欢你了 蠕动招惹的少爷 如今就在他的床上 而他却胆怯了起来 叔叔越是这样 就越能勾起许然的占有欲 见叔叔在洗澡 许然就故意闯进浴室 还一脸无辜 叔叔今晚我可不可以睡在这里 许斌说他有点事 没办法来接我了 叔叔虽然很无奈 但也答应了他 你先出去吧 一会我让庸人打扫一下客房 许然撅起小嘴 装出一副乖巧模样 叔叔能不能和你一起睡 我睡相很好不打呼噜 陈清月有种被撩到的感觉 假装镇定 知道了赶紧滚出去 得到叔叔的许可 许然无比得意 叔叔您慢慢洗 我也洗白白 然后给你暖床 陈清月洗好早回到卧室 许然已经睡得跟死猪一样 还时不时的把腿搭在陈清月的肚子上 这哪里是睡相不好 简直就是没有睡相 许然越来越过分 最后干脆抱住陈清月 还躺进他的怀里 嘴里还发出不可描述的声音 陈清月认为这都是许然在搞小动作 他愤怒的一把抓起熟睡的许然 大声呵斥他如果不想睡就滚出去 不要搞这些没用的小动作 说完陈清月又觉得有点过 无奈的松开了许然 被识破的许然又假装一副乖巧模样 他躺在陈清月的腿上 陈叔叔 你是不是经常带男人回家过夜 陈清月谈了一下许然的脑门 我看起来有那么渣吗 听陈清月这么一说 许然就像中了大奖一样 立马来了精神 满脸期待的看着陈清月 那我就是第一个睡叔叔床的人 我这么得寸进食叔叔都能忍 叔叔你是不是喜欢我 被许然这么一问 陈清月有种被看穿的感觉 起身就准备离开 然后一脸严肃 我不玩感情 你找错人了 说完就离开了房间关上了房门 陈清月的躲避 也让许然有种过剩的感觉 然后玩味的回了志 真巧 我也是 12年前 许家一家独大 在八合会甚至聚成 有着绝对的影响力 许正勤遭到仇家追杀 所幸被20岁的陈清月所救 正好当时八合会七缺一 许正勤就把陈清月 揽入了八合会 陈清月又一个人强大的能力 成为了八合会中 唯一不是全市家族的理事成员 许然查看了陈清月所有的阅历 看来陈清月还是有点灵爱 一个平凌窟出身的矛头小子 花了十年成为八合会的二把手 确实很厉害 只不过她遇到的是许然 陈清月 就凭这些也想扳倒许家 你还真是天真 你不是觉得所有事情 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吗 那我们就好好玩玩 看看最先失控的会是谁 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也正式开始 只要陈清月去哪里许然都能找到 不管陈清月如何不耐烦 他都轻而易举地化解 陈叔叔 你今天看起来不太一样 是有什么心事吗 原来今天是陈清月母亲的季日 许然立马抱住陈清月的胳膊 然后用真诚的眼神看着陈清月 现在你一定很伤心吧 突然被人这么关心 陈清月有些恍然 他下意识地伸手去触碰许然 当碰到许然的脸颊时 他突然清醒过来 立马嫌弃地推开了许然 没事不要蹭来蹭去 这时许然也向陈清月讲起来她的事情 我也没有妈妈 听别人说 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我八岁就出了国 十二年来都是一个人 所以我待在亲人身边的时间并不多 就连爷爷和你相处的时间 都比我这个亲孙子的时间还长呢 陈清月安慰着许然 你还年轻 以后多的是机会 许然又漫不经心地说 我记得以前爷爷经常跟我提起你 亏你有本事 甚至还说你是我的榜样 不知从哪天开始 他提起你就不笑了 听许然这么说 陈清月的脸色立马沉了下来 这时两人都沉默了 许然也想学陈清月这个姿势 结果一个没站稳 差点从顶楼掉下去 陈清月眼几手快一把 抓住了她的衣领 然后将她紧紧搂在怀里 往下看就是万丈深渊 如果掉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许然调坦着陈清月 看来你也没有那么讨厌我 惊魂未定的陈清月却很恼火 又教育起了许然 一直不知道这样很危险 许然却觉得这都是叔叔的错 还不都是学她的 许然很好奇 叔叔为什么一定要当会场 玩那些勾心斗角多累啊 陈清月也很坦然 人除了金钱和权力 一辈子还能追求什么呢 许然故意将头靠在陈清月的肩膀上 叔叔缺的不是钱而是陪伴 然后俏皮的说 像我这样迷人又可爱的老婆 叔叔要不要考虑一下 陈清月也很认真的说 感情是很麻烦的 像你这么想 很多事情不懂也很正常 许然不依不饶 又逼近陈清月 听说叔叔三十好几了 还没和别人那个是真的吗 许然使劲浑身解数 只为拿下叔叔 叔叔对此却不为所动 叔叔越是这样 许然就越想去征服 叔叔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 有人说爱是自由意志的沉沦 是自我意识的逐渐丧失 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会变得不像你自己 是不是很浪漫 许然睁大眼睛看向叔叔 期待着叔叔的回忆 叔叔看了一眼许然 也只是回答了一句 是挺可怕的 对于陈清月来说 摸他滚打这么多年 他见识过低层的阴暗 也见过巴赫会的光鲜亮亮 相比之下权力 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感情也只是雷震打 许然见叔叔不为所动 他又信誓旦旦的对叔叔说 我不觉得爱情可怕 假如我有了喜欢的人 哪怕非恶孤苦 我也愿意 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我都要去争取 只有争取过我才不会觉得后悔 听完许然的话 陈清月意味深长的说 恋爱脑是最没有前途的 等你精力多了 就不会这么想的 许然一脸淡然 是啊 我就是恋爱脑 因为我从小就被家人处得长大的 我知道那种被偏爱和疼气的感觉 所以我愿意真诚的去爱一个人 陈清月表示很无奈 我的大少爷 这个世界没有你想的那么美好 许然试探性的瞄了一眼陈清月 那也没那么糟吧 说完他又将手伸向叔叔 虽然我们站在对立面 之前也不怎么愉快 但我很高兴认识你 陈清月疑惑的看向许然 愣在那里半天没反应 许然见状赶紧拉住陈清月的手 沉默就当你认同了 两人又聊了许多 陈清月也向许然敞开了心扉 在聊天中得知 陈清月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小镇 因为母亲被抛弃 生下他就没有父亲 也因为是未婚先孕 所以饱受争议 直到他12岁那年 母亲再也忍受不住 抛弃他离开的这个世界 陈清月没有无表情地 讲述着他的故事 而许然就在一边认真的听着 他突然对眼前这个叔叔 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 接着他又抱住了陈清月 叔叔 要是你觉得难过就哭出来吧 我有肩膀给你靠 突如其来的黏人少爷 让陈清月无法招架 他一把推开许然 你是八爪一吗 那么喜欢抱 被推开的许然又黏上陈清月 我知道你没有爸妈疼 没有关系 我可以替他们疼疼你 我们是朋友 也许是酒精的作用 今晚的许然特别黏人 忽然被这么个黏人包缠上 叔叔表示很无奈 这明明就是想趁机占他便宜的 陈清月说 其实他很早就见过许然 那时的他还在地下城谋生 许正勤为了给你过生日 请了许多富商民流 那时候的你也就六七岁的样子 小小一团被人拥护着 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小王子 后来许正勤遭遇刺杀 他为了保护你 才把你送到国外 你离开不久 我就进了巴合会 所以你回国的那天 其实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 陈清月用调侃的眼神 看向许然 许然也睁大眼睛看向陈清月 突然画风有些不太一样 也不知道是酒精的作用 还是其他原因 许然一头栽在了陈清月的怀里 陈清月将不知是真醉 还是假醉的许然 抱进了车里 他觉得许然就是个小孩 对他也没有任何防备心理 如果今天不是和他在一起 就凭他这细皮嫩肉等一样 那还不得被吃得 连骨头渣子都不剩 他只希望许家的人 能好好看着点他 将许然放好之后 准备离开时 许然却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 然后抱在了怀里 头也靠在陈清月的肩膀上 嘴里带着哭腔的撒娇 别走不要丢下我 我头好疼 陈清月摸了摸许然的额头 会不会是因为刚才 在天台上吹风太久着凉了 没等想明白的他 手就被许然紧紧拉住 贴在他的脸上 然后睁大双眼无辜地 看着陈清月 可能是喝酒的缘故 许然的脸色有些微红 叔叔你亲我一下 可能就不疼了 陈清月挑了挑眉 发觉有种被这小子细耍的感觉 紧接着许然又扯住他的领带 将他拉向自己 陈清月也不再假装绅士 直接对着许然的脖子扛了起来 许然也不示弱 试图将手向陈清月的衣服里伸去 还不安分地在他的身上来回游走 陈清月一把抓住许然的手臂 阻止了他的行为 不要闹了 如果再倒下去 老子不保证会对你做点什么 许然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 此时的他活像一只小蝉猫 叔叔 那就不要忍了 陈清月本身就不是什么君子 被许然这么挑拨 他也不再克制 一把将许然压在身下 这可是你自找的 既然你这么想要 老子就满足你 不要等清醒了就哭爹海娘 关键时刻总有不懂事的 只听到车哗哗跳了两声 原来是许然的保镖 徐斌向他们走过来 如果不是他的出现 可能今天就拿下了许然 陈清月皱起眉头满脸不愿 徐斌面无表情地走向陈清月 清也 很抱歉打扰了你的雅兴 徐斌走向车门 将其打开看向许然 会长吩咐过 午夜十二点之前 小然少爷必须安全回家 这话看似说给少爷听 实际是警告陈清月 陈清月非常不爽 他挡在了徐斌的前面 语气很不友好 我如果不给又怎样 徐斌依然面无表情 小然少爷单纯善良 对您没有任何威胁 清也您不该把歪心思 动到他的身上 两人对视僵持了一会 谁也没说话 最后还是陈清月妥卿了 他转过身向徐斌丢下一句 带着他赶紧躲 此时的他好像也有些清醒过来 许然就是一个小孩 怎么今天就泛起了 徐斌把许然从车里抱出来 又向陈清月礼貌地点了点头 示意他带着许然准备离开 走时陈清月还是给他留下了几句忠告 徐斌 既然你选择站在许家那边 他日若是成了丧家之犬 可别后悔跟错了主子 徐斌很认真的表示 他的主子只有一个 保护好少爷就是他的任务 被带走后的许然也卸下伪装 他觉得今天没拿下陈清月非常可惜 差一点就到手了 此时的他是很不甘心的 在回家的路上 他还是很好奇陈清月的感情 忍不住地向徐斌打听了起来 徐斌已经巴合会多久了 陈清月以前有没有交往过什么对象 徐斌也是如实回答 我来巴合会六年了 还没听说过清爷和谁传过绯闻 像清爷那样的性格 应该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 对感情方面极为克制 许然撅起小嘴 虽有失落但还是强力掩饰 也对 他心里只有事业 随后又违心笑了起来 不过我就是喜欢他这一点 满眼都是欲望的男人多棒啊 徐斌好心地劝阻许然 少爷你太单纯了 清爷不适合你 你应该找个一心一意对你好的男人 徐斌有种帮打鸳鸯的感觉 这让许然多少有些不高兴 别的我才不稀罕 我就要陈清月那种难搞的男人 越是难搞征服起来就越有意思 真不知道许然是因为好胜心的趋势 还是真的上了心 一次没得逞 那就想办法制造机会 为了拿下叔叔 许然每天都来蹲点陈清月 叔叔 一会一起去吃饭吧 陈清月表示他最近很忙 少爷近期还是不要再过来 说完此话陈清月就转身离开了 自从上次那晚的碰瓷 陈清月就有意无意地躲着许然 其实许然也明白 但就是不死心 他认为这就是陈清月玩的欲情故纵 陈清月更是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虽然许然很是吸引他的注意力 但那绝不是影响他计划的绊脚石 晚上酒吧的 陈清月和霍英一起在沙发上饮着小酒 霍英指着对面满脸问号 大哥 你跟他究竟怎么回事 这小孩都跟咱们好几天了 果不其然他说的是许然 霍英又接着好奇 大哥说实话 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被说中的陈清月一脸不悦 直接让霍英滚远底 霍英失去地立马起身准备离开 真不行了 那我去勾搭 你可别厚 说完转身走向许然 陈清月一脸不爽地看着两人 没想到两人聊得还挺开心 故一会霍英就失落地走了回来 陈清月淡定地问他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霍英本想邀请许然去跳直舞 结果许然笑得很甜回了句 走开我不跟狗腿子弯 霍英忍不住地大笑了起来 许少爷还说 让我旁边那条老不死的狗过去 听完这话陈清月强忍着怒火 霍英没有眼力尽地继续大笑 乐死我了 大哥他居然叫你老不死了 陈清月忍无可忍了 他让霍英现在立刻 马上去找几个陪者的过来 霍英立马停止地笑容 闭脸猛逼地看向陈清月 你平时不是不喜欢这种啊 结果下一秒陈清月就左拥右傍 这一幕看得许然怒火中烧 差点没憋出内伤 还是你会玩那陈清月 不过他也不是吃素的 立马给我来一打帅哥 我要年轻的精力旺盛了 不一会许然就被一群肌肉猛男围了起来 见到花花世界的许然 也是两眼放起了光芒 面对这些花朵内叫一个名 直接对花朵施起了咸猪手 这时有个花朵凑近了许然 少爷是第一次来吧 以前我都没见过您 许然也凑近花朵的耳边 如果你表现得好 以后小爷就是你的常客 这一幕都被对面的人看得清清楚楚 陈清月没击倒是把霍英给急得不轻 直接嚷嚷了起来 那家伙是不是喝醉了 你要不要去管管 陈清月假装淡定拿起酒杯极力掩饰 他自己想来 跟我有什么关系 话音刚落就看到许然已被花朵高高举起 这是要打算离开的意思 霍英再也不淡定了 大哥你再不管管怕是真要出事了 陈清月也按耐不住了 走向许然愤怒地拉住许然的胳膊 闹过了没有 许然也耍起了脾气 一把抽回手臂 凭什么你可以找男人就不许我找乐子 陈清月也不再给许然好脸色 一把揪住他的衣领 你还想不想做会长之位了 就不怕你这个样子被传出去 许然一脸不屑冷笑道 我才无所谓 反正到头来都是我的 他凑近陈清月的耳边 倒是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这话彻底激怒了陈清月 他不再和许然废话 直接扛起他就往龙外走去 许然一边挣扎一边大吼 放开我你不是喜欢堵着我吗 现在假惺惺跑出来做什么 陈清月将他带到一个包间里 许然不依不饶狼哭回号 你就知道欺负我 聚成那么多年轻力壮富家子弟公我挑 才不稀罕你这个老男人 这样一旁的陈清月无比的烦躁 他强忍着怒骨 随后递给许然一张纸巾 跑了别哭了 这时许然才安定下来 看着陈清月一直盯着手机都没正眼看他 他直接抱住陈清月的胳膊 就往脸上擦了起来 陈清月立马暴躁如雷 脏死了 许然看向陈清月 认真的问 你还要回去找那几个男人吗 陈清月有些心虚地躲着许然的眼神 没有 那只是逢场作戏而已 许然将陈清月的脸掰向自己 随后又骑在陈清月的腿上 你果然是个玩弄别人感情的败类 对我你也这样吗 陈清月握住许然的手 试图阻止他接下来的动作 少爷你想多了 我们是对手哪来的感情 许然不依不饶 他靠近陈清月 可我不想跟你做敌人 我们不能当好朋友吗 陈清月将头瞥向一边 不敢指示许然 最近公司有人喘我跟你有一腿 咱俩还是先避嫌罢 听完陈清月的话 许然委屈地掉下了眼泪 都吃过饭还约会过嘴 怎么不算有一腿 敢做就不敢承认吗 陈清月最看不得许然这副模样 他还是心软了 横起许然的脑袋 对着他的红唇吻了下去 嘴上还在道歉对不起 就在快要失控的时候 许然问陈清月 如果我将来没有利用价值了 你是不是会杀了我 陈清月继续着他的动作 没有 我从来都没想过要你的面 许然拖住陈清月的脑袋 看向自己 那你要不要和我谈一场 风风烈烈的恋爱 见陈清月在犹豫没有回答 许然又开始离花带雨 一脸认真 陈清月 如果你只是因为一时兴起 可我完了 不如就到此为止吧 对你来说 我只是逢场作戏的角色 对不对 许然的话让陈清月一时 不知该怎么回答 因为他自己也不明白 现在的局势 该怎么定义他们的关系 他没办法给出一个正确答案 见他还是没有说话 许然无比失落地低下头 其实我也明白 像你这种野心勃勃的人 永远不会真心爱上谁 是我太天真 才以为你的一次次 靠近是对我有感觉 随后他又笑了笑 谢谢你这段时间陪我 下次我不会再去给你添麻烦了 许然的这招欲情故纵 真是把陈清月拿捏得死死了 陈清月差点都以为自己是渣男了 他想为自己辩解 可又不知怎么开口 他想伸手去抚摸许然 却被许然避开了 叔叔 让我一个人待一会了 求你了 随后霍英就看到一个黑脸 从他面前路过 霍英不明白刚才里面发生了什么 大哥你怎么了 脸色怎么这么差 外面的动静也都被许然听到 大家不要忘了许然是半猪吃老虎 就怕最后叔叔 才是那个被子的羔羊 少爷真是把叔叔给拿捏得死死了 还挽起了欲情故纵 自从上次两人的不欢而散 许然就没再给叔叔好脸色 还假装不认识 这也让叔叔开始有了危机感 开会期间一直观察着许然 别看许然一副不在乎的模样 实际他满脑子都是陈清月 就连开会都在一心一意地画着叔叔 陈清月什么时候出现在他身后都不知道 被发现出小差的许然立马捂住了画广 一脸凶巴巴 你真讨厌 不是嫌别人知道我跟你有一腿吗 还凑过来干嘛 看着炸毛的小少爷 陈清月更是来劲 他俯身看向许然 我想靠近谁我说了算 就算你说我玩弄感情也好 你是我的筹码 无论如何都别想逃离我 走时还叮嘱许然 近段时间别乱跑 好好待在许家哪也不要去 许然看着陈清月的背影 小声嘀咕 我就看你能口是心非多久 然后看向刚才的话 好像有了他的计划 当晚他就独自开车准备去地下城 在去的途中陈清月就打来了电话 许然并不想搭理 只是冷冷地看着手机 许然半天不接电话 陈清月也猜到了 许然这就是故意躲着他 他虽有恼怒 但最多的还是关心 电话接通 陈清月也松了口气 你去哪了 听许家的人说 你没回家 许然也只是很不耐烦地回答 工作太累 去找点乐子 听说地下城很热闹 打算去看看 电话那头立马不高兴了 我不是让你这几天好好待在许家吗 许然冷笑道 地下城就是许家的 怎么不算回家 陈清月还是不放心 那地方最近不太平 徐斌再不在你身边 许然立马嘲讽道 陈叔叔 你这么关心我 不应该吧 如果我出了意外 对你来说可是好事呢 许然的话让陈清月非常不悦 他压制着怒 没有你 许正勤也会找别的人当傀儡 我只是不想换人而打乱我的计划 许然更不耐烦了 直接挂断了电话丢到了一边 那你还废话什么 八合会基本都是陈清月的人 许然要想和他抗衡 只能拉拢聚成首富陆家了 这么多年 陆家一直想办法进入八合会 现在倒是个机会 陆家有梁子 陆家大少爷陆霄英右腿残疾 已经自闭多年 外界根本接触不了他 现在只能从地下城这边逃到 能接近他的东西 陆家二少路遥是个私生子 为人风流绯闻不断 喜欢打扮成他哥哥的样子 出入各种风月场所 说不定也能在这里遇到他 许然刚到地下城准备进去 就被门外的保镖拦下 先生 请出示通行证 许然立马装出一副乖巧模样 我没有通行证怎么办 可不可以放我进去 保镖向他摆摆手 不行 这是地下城定下的规矩 没有通行证一律不得放行 见这招不灵 许然指着自己 那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敢在这里拦我 听许然这么问 保镖开始上下打量着他 长得这么好看 难道是哪个富家子弟的小情人 过了两久 保镖还是没看出来 许然满脸不爽 这时向他们走来了一个人 这是我的朋友 让他进去吧 许然回头叫了生理叔叔 保镖更是态度十八的大转弯 弯下腰轰轰静静 李先生请进 许然就这么被李伯文 带进了地下城 许然挽着李伯文的胳膊 一副乖巧模样 李叔叔 您经常来这里 听说这里的青银堂 美人可多了 您给我领个路本 但没想到的是 李伯文对着许然 就是一棒指 许然立马求饶 为什么要打我 李伯文恼怒的指着许然 谁让你来这种地方呢 你妈妈要是还在的话 不得被你气死 把许然带地下城的途中 他又叮嘱了许然几句 待会我要参加拍卖会 你小子最好别乱跑 敢乱跑我就打断你的腿 许然嘟起小嘴乖乖答应 他有些好奇 为什么这人跟二叔一样 都喜欢管着他 拍卖会上许然无聊的 差点睡着 嘴里还在嚷嚷 真不知道这种活动 有什么意义 李伯文嫌弃地看着许然 每隔一段时间 地下城都会运送一些 来自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 多少人巴巴等的 逃到的宝贝 你小子真是不识货 许然一脸无所谓 我想要的东西爷爷 都会给我找来 才不需要在这种地方逃呢 这话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气得李伯文一时雨色 就在此时传来了一句 接下来是本场拍卖会 最后一件净体 起标价2000万 这个价格同时吸引了 李伯文和许然的好奇 他们同时向拍品看去 但没想到的是 这并不是一件物品 而是一个四肢都被锁链 牢牢捆在透明玻璃罐里的长发男人 他正用一双无辜的眼神 探向两人 球龙里的男人 从最初的2000万拍卖价 一直叫到了3000万 看来想买他的人并不在少数 居然觉得这些人真是太无聊了 李伯文表示富人圈都是这样 闲来没事就会买个宠物带回去 对于他们来说 金钱的唯一用途 都是取悦自己 有些东西一旦出现在这种地方 他的定义就全变 球龙里的男人 好像受到惊吓一般 害怕地看向台下的群众 李伯文试探着许然 像这种招人稀罕的小朋友 你也可以试着养来玩满 许然满不在乎地摇了摇头 我可不太想要这种柔弱的阿妈 随后又冷冷地说 我想要的是会吃人的狼 嗨慢会结束许然就离开 但没想到李伯文一直跟在他的身后 甩都甩不开 因为他此次行动主要的目标 是陆家两位少女 他假装回家还专门给李伯文打了声招呼 李叔叔 时间不早了 爷爷喊我回去吃晚饭 李伯文立马拉住了许然 急什么 前面有间台球室 跟我说说你来这里的目的 晚饭我请 经过了解 李伯文非常好奇许然 为什么对陆家大少爷感兴趣 许然认真地打着台球 听说他是个混血大帅哥 我当然有兴趣 只可惜他是个残废 李伯文说出了他的看法 残废又如何 他本身就天资聪明 不靠双腿他再聚成照样出色 我看陆家老头将来还是会把财产留给他 只不过腿伤后他不设交了 你要想泡他 那可得花点工夫 来之前许然是打听过这两兄弟的 陆霄腿伤后变得很怪 性格敏感多余 现在想要靠近他很大 而陆瑶又是个只会耍表面工作 根本没有利用价值 这让许然也很没有头绪 李伯文问许然对画展有没有兴趣 许然一脸不过 李伯文接着说 24号会展中心有个画展 这是陆霄唯一会出现的活动 许然立马来了兴趣 此时的他脑子里已经有了想法 我对画展可太有兴趣了 此时陆家别墅里 陆霄因画不出他想要的东西 大发雷霆 垃圾都是垃圾 他揉着脑袋不断地问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我画不出来 就在这时陆瑶出现在了门外 陆霄立马整理好状态 表情严肃 有事吗 陆瑶向房内走了过来 有件急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没等陆瑶说完 陆霄就来得去 出去 这里是我的地方 你就站在门口说吧 陆瑶只好推到门口 他握紧拳头 表情淡定 城南区的项目因建筑材料出了问题 导致工程没法进展 现在其他材料又做得起价 已经严重超出原本的资金预送 陆霄随口说了个八合会 陆瑶好像没明白他的意思 随后陆霄又向他交代 去找八合会的许晗川 他手上有很多货物买卖和材料供应上的信息 只要给出的条件诚恳 短期内购买一批新的材料不算什么难事 他急了 他开始坐不住了 自家小白兔居然躲着他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分开时还千叮零万主 不让他不要出去乱购 如果不是眼线告密他 今晚许然一直跟李伯温在一起 一直到现在才离开地下城 他都以为许然真就这么乖小君话 得知消息的陈清月立马不淡定 他立即拨打了许然的电话 他现在就想找到许然问得清楚 结果一直没人接 他更是坐不住了 今晚无论如何他都要见到许然 于是他放下手头上的事 开着车就往家里赶去 这边许然和李伯温也准备回去 他们坐在了同一辆车上 回去的途中 许然害怕今晚他来地下城的事情败露 他立马装出一副乖巧模样 用祈求的眼神看着李伯温 李叔叔 回去后你可别告诉我 二叔我来过地下城 不然我得挨揍 李伯温宠一地看着许然 语气又有些调侃 我终于知道那里面不该去 我倒希望许晗川能多管闻 许然不高兴 嘴里嘀咕 你们大人怎么都一样了 没劲 李伯温就在一旁哈哈哈哈大笑 这时许然的手机铃声开始响得不停 许然拿出手机 只是看了一眼 表情立马变得不自然的起来 他睁大眼睛愣在了那 李伯温看出了他的一样 扭过头问他怎么了 许然故作镇定 閉起眼睛摆出微笑的表情 结结巴巴 没 没什么 但手里的手机依然响得不停 他又仔细看了一下短信内容 原来是陈青月发来的短信 半个小时之内来到我家 不然许少爷就等着全程的广告牌了 下面还附有一张之前威胁他试拍的照片 看来今晚是躲不掉陈青月这个温水 他淡定地看向窗外 他要想着一会该怎么和李伯温解释 过了一会 他笑着对李伯温说 李叔叔 我突然有点急事 麻烦你送我去个地方可以吗 李伯温没再多问什么 直接答应了许然 可以 半个小时之后 许然就被送到了他指定的地方 李伯温知道这是哪里 他随口说了一句 大晚上的许然来这里做什么 司机接住了话茬 最近八合会的人都在传 许少爷和陈青月在谈恋爱 李伯温立马表示不可能 陈青月基于会者和位置 他们只能是竞争关系 司机接着又说 老不准陈青月见嘴天风 想借许少爷之手控制八合会 许少爷年纪下 论手段和城府肯定 抵破身经百战的陈青月 李伯温看透不说透 谁吃谁还不一定 走吧 许然跟着阿姨来到了 陈青月的门外 得知许然已经带到 阿姨就被陈青月给指走了 阿姨离开许然就打开了房门 陈叔叔我进来 还没等许然反应过来 陈青月一把将许然拽紧房间 然后又将他壁冬在墙上 陈青月像是恶狼一般 差点将他吞噬 反应过来的许然努力挣扎 他让陈青月先停一下 他还没有准备好 陈青月根本听不进去 此时的他就像是一头野兽 只想发泄他那不满的欲望 随后又将许然的外包装 全都包了下来 手也不受控制的身相不知处 许然立马意识到 接下来要发生的事 他用力地将陈青月推开 这回他是真的怒了 他呵斥着陈青月 这么晚叫我过来 就是为了干这当的事 你有病吗 陈青月抹了抹嘴角 邪魅地看着眼前的猎物 你迟到了六分钟 这只是对你的惩罚 有谁见过大半夜 被叫过来啥也不干 还被扔出来的人 醋意大发的陈青月半夜 将许然叫了回来 一见到许然 就将他逼到墙上 使劲揉捏了一番 他的举动直接激怒了许然 你是不是有病 大晚上叫我过来 就是为了干这档子时 被训斥的陈青月脸上 也是挂不住 他冷冷地瞥了一眼许然 过来 我有正式跟你谈 陈青月打开电脑 许然看着电脑屏幕上的文件 那是王李市长的 两份银行转账名气 陈青月也觉得这些信息很明显 那些资金是从沈氏国际银行转出 那家银行的法人是沈南风 而他老婆是S氏的执行部长 许然对此心里也有了想法 如果王李市是内鬼 正好借此将他踢出去 然后再找机会 拉拢一个自己的人入鬼 一时想得太入神 陈青月靠近他都不知道 陈青月俯下身贴着许然 怎么 哈 回过神的许然立马装出一副害怕模样 那我该怎么办 要去爷爷面前揭发这个王李市吗 陈青月揉了揉许然的脑袋 安抚着他 不用 说不定内鬼不止他一个 我们先动手只会让他人狗地跳墙 许然一脸担心 你和他们不是伙伴吗 这样告诉我真的好吗 陈青月俯视着许然 我不需要伙伴 那些人只是利用价值的棋子而已 他又揉了揉许然的脑袋 而你不一样 说着话的同时 指腹也停留在了许然的宝船上 看着看着就入了门 他扶着许然的下巴贴近自己 正当他想做下一步动作时 门外的敲门声却响了起来 陈青月吓得立马将许然塞进了书桌下 门外的人很急促 亲爷 刚刚有人送了一封信过来 进来的正是刚送许然过来的那位阿姨 当他看到屋里只有陈青月一人时 他还是好奇得多了句子 许少爷不在吧 陈青月假装淡定 他去洗澡 桌子下的许然貌似对这封信也很感兴趣 阿姨将信送到了陈青月的手里 送信的人放在门口就好了 上面没有任何信息 陈青月接过信封 他让阿姨先回屋里休息 阿姨好像没有回去的打算 他好像还有话要说 他开始八卦了起来 上次您喝酒是许少爷帮您送回来 那孩子长得俊信格又好 不知他有没有对象 阿姨的话让两人立马竖起了耳朵 不知道阿姨为什么这么 陈青月立即回复了阿姨 他年纪小 还心重 暂时不着急找对象 听到这话的许然气不 凭什么替他回复 阿姨一副袍根问题的架势 他喜欢男的还是女的 他打算什么时候谈恋爱 能接受对方打他紧 接二连三的问题 让陈青月一时无法招点 张宁 许会长就那么个宝贝孙子 指不定将来要和哪个豪门公子小姐联姻的 您就别操心了 桌子下的许然玩弄着陈青月的事 脑子里突然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想法 桌子上面他们说他们 桌子下面许然就玩他想玩的 陈青月立马接到信号 由于阿姨还在 她只能强忍着痛苦 尽量控制好面目表情 阿姨真是操碎了心 原来到半天她是想给陈青月说清 平时您独来独往 身边男人都没几个 再这么拖下去我怎么放得下心 我看许少爷就不错 人又乖 你们平时又在同一个公司上班 你争取一下 桌子下的许然好像还是没有停手的意思 越是有阿姨在 许然就越过分 再这么下去陈青月真的要失控 她立马站起身来 直接对阿姨下了逐客令 我知道了 阿姨你先回去休息吧 阿姨也很无奈 临走前还嘟嚷着 你这孩子就是不听劝 记得早点休息 阿姨走破了 陈青月看着桌子下的许然 臭小子 下次再敢乱用 当心我给你牙拔了 许然一副没完够的嘴脸 从桌子下面爬了出来 她对在陈青月的面前 抱着陈青月的大肚 一副乖巧模样 为什么呀 要不我换种方式好不好 她用挑衅的眼神看向陈青月 期待着她的回答 谁知陈青月并不吃她这套 转过身丢给许然一句 不知连翅滚出去 这回许然真的怒了 你这男人怎么这样 一点都不失去 然后提着裤子被扔了出来 不喜欢我下次就别喊我过来 臭男人 上一秒还跪在叔叔的面前 唯唯懦懦 下一秒就拿着棍棒整治他人 离开叔叔后完全就是两幅面孔 许然做事从来都不会手软 更不会浪费任何一个 对自己有利的机会 她不会像陈青月那样优柔寡断 再得知王李市长 很有可能是内部 她立马做出了行动 不出半人 一位中年男子就被五花大绑 满身伤痕地出现在了许然的面前 遇到这种场面 男人也是吓破了她 许然更是不会手软 这可是许然最拿手的游戏环境 她拿着木棒蹲在男人的面前 王李市长给了你什么好处 居然能嘴硬到现在 如果是为了钱 我可以给你十倍 男人吓得连忙摇了摇头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许然阴阳怪气 看来还是在嘴硬嘛 那就是没得谈了 她不紧不慢地接着手下递过来的刀刃 随后她又把刀拿在手里把玩了起来 我们现在就来玩点刺激的游戏 发音刚录 许然挥气手里的刀刃准备向下驶去 但是她的脸上却露出了微笑的表情 眼看着刀子即将落下 男人吓得面目猙獰 慌张地说了句 我说我说 此时刀子也正好落在了她的眼前 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许然收回了刀 调侃着真是不经完 男人也终于松了口气 她向许然交代了全部 那两屁货确实是我举报的 我妈得了绝症是晚期 治疗需要很多钱 王则说只要我帮她做事 她就帮我找最好的医生治我妈 这是我承认了 我可以死 但求求您救救我妈 她不能没人照顾 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许然不由地想起了 爷爷对她说过的话 这世上的人分三六九等 低级的人群就像草食动力 对猎物怜悯 无疑就是对猎食者的侮辱 男人对着许然连科几个行动 她只想许然能放过他的家人 看着低声下气的男人 许然犹豫了 虽然她从小在爷爷和二叔的照料下长大 她从不怀疑他们说的话 但今天看到这个男人 为了母亲能做到这个地理 她还是心愿 虽然她可以放过她的母亲 但做错事是需要受到惩罚的 她一脚踹在了男人的胸前 她给了男人一个机会 走时许然丢下几句忠告 后天许氏集团有个会议 八和会几位理事都在 你如果想活的话 就应该知道要怎么做 你母亲那边 我会把她送到剧城最好的医院疗养 等她康复你们就立即离开 这里已经容不下你们了 许然的做法也让男人感动得痛哭流涕 她哽咽着 谢谢 谢谢少爷 手下不明白许然的做法 她忍不住就多了句嘴 少爷就这么轻易放过她 会长的意思是要斩草出根 许然立马冷下雨 我做事不需要你交 提到母亲 许然是很好奇的 她不明白母亲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情 走出房间 许然也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她漫不经心的看着手机 眼前什么时候多辆汽车都不知道 只听到几声喇叭叫 这时她也回过神来 原来是徐滨来接许然 车内 徐滨看着后视镜 她还是忍不住问了许然 少爷 你怎么会来这么偏僻的地方 许然又变回了那个玩世不恭的少爷 她打着哈欠 随口编了个理由 散步 徐滨看着后视镜又接着问 最近公司在传少爷和亲爷的关系 是有什么误会吗 许然调侃了起来 怎么你也好奇 徐滨依然面无表情 如果是亲爷通过什么手段威胁您的话 我们可以处理 徐滨连连打着哈欠 一副困得不行的模样 是我对陈轻月死缠烂打 她没同意 可能是我做的还不够好 听到这话的徐滨 表情立马沉了下来 她没有再说什么 过了一会 她通过后视镜观察到 许然已经安静地睡着了 阳光照在她的身上 她是那么的耀眼 徐滨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然后说了句 少爷 你很好 陈轻月打开了那个信封 她将信拿在手里仔细地看了看 有点意思 看来是要拉拢我的 陈轻月的脸色变得越发凝重 这是要我把许家往死里按了 看来她要先想个办法 把许然这段关系处理一下才行 叔叔主动招惹 聊上勾又把人晾在一旁 明明稀罕的要命 非得死鸭子嘴硬 这让许然很是不爽 现在身边又跟着一只小尾巴 无论去哪她都要跟着 怎么甩都甩不掉 许然现在是哪哪都不舒服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她终于把怒火对着徐滨撒了出来 你到底要跟我跟到什么时候 能不能给我点私人空间 徐滨面无表情的回答 前几天因为我的失职 让少爷一个人跑了几次 为了保护您的安全 我决定更加严格看见 这个回答真是要气死许然了 她决定罢工不干了 趁着生气眨眼的功夫 又跑没影了 刚摔掉小尾巴 就又看到陈清月往她这边走来 她立马管理好表情 面带微笑朝着陈清月打起了招 陈叔叔你好 谁知陈清月没给她任何回应 假装一副不认识的样子 直接掠过许然走过去 这态度许然可忍不忍 她立马黑下来 大声吼道 你给我站住 陈清月依然当作没听见 无视她的存在 许然这回真急了 直接在原地跳了起来 假装看不见我是不是 忽冷忽热算什么男人 吼完就变回了小白兔 那天晚上受罪的可恕 这句话简直太劲爆了 陈清月急了 她上前一把抓住许然的胳膊 粗暴地准备将她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只留下随行的两位同事猛逼地看着对方猛逼 陈清月将她用力地扔进了房间里 然后冷冷地地看着她 我警告你在公司别胡言乱语 许然却其嘴巴很不服气 我说的是实话 倒是你人前一套 背后一套 陈清月还是那副冰冷冷态 大家都是成年的 有些话我就直截了当地讲 我没兴趣和你玩那些感情游戏 今后在公共场合 我希望你收敛一些 要点脸 说完就转身背对着许然 点起了手中的烟 许然依然不放弃 她想弄明白为什么 之前你亲我的时候态度可不是这样的 陈清月冷冷地回忆 何必当真 从你回国那天起 我一心只想利用你 无论是那些照片 还是这段时间陪你玩呢 都是我计划的一部分 陈清月这些话简直伤人伤己 竟然把逢场作戏当真爱 你是有多缺男人了 许然听不下去 她用力的一巴掌 甩在了陈清月的脸上 然后歇斯底里的吼道 渣男 陈清月依然嘴硬 如果你不信许 或许我真会喜欢你 只是可惜了 许然不想待在这里继续受了 此刻的她只想逃离这里 走时她撂下了狠话 陈清月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 离开时她使劲地戴上了房门 只听到砰的一声 许然走后 陈清月卸下了伪装 她的心情无畏杂产 明明她对许然是有感觉 也许是为了保护许然 也许是为了自己的粗心 她的心脏也就疼了起来 心里骂了句该死的小狗 陈清月越是这样变语 许然就越想去征服她 出了门许然也不再伪装 眼神犀利又带着狠 陈叔叔 瞧你这入戏速度 想跟我撇清关系 可没那么简单 被陈清月擺了这么一出 倒是给了许然卸下伪装的机会 装了几天的小白兔自己都烦了 既然如此 干脆以后就直接点 到底是谁入了戏 当了真还真说不准 真正入戏的那个人 开始伤得最深的理由 小白兔的出场姿势太帅了 就连叔叔都看得两眼发呆 帮会出现内鬼 已是证据确凿 又到开会时间 许晗川抱着文建家 来到了会议室 往常这种会议 都是由会长亲自主持 今天却只有他一人 就连许然的椅子也没见 他只是解释 会长身体不舒服 今天这场会议 由我代为主持 吴李氏不紧不慢地 点燃手中的烟 骑士早已火药为食毒 许会长身体抱恙我能理解 难道许少爷也身体欠样请假 许少爷这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是打算坐享其成吗 一旁的王李氏假装劝诺 实际是山松点虎 吴李氏萧萧虎 谁让他是许会长的亲孙子 拱耀有些优待不适 没见到许然的影子 陈清月也开始担心了起 未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许晗川微笑解释 晓然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忙 待会就活了 竟然如此 吴李氏也不好 咄咄逼人 他谈了谈手中的烟灰 他缺席也成 就算来了也没什么用紧 只知道跟个梦葫芳式的坐在那里 许晗川扶了扶眼镜 会议直接开始 正好有件最重要的事要说 接着他用犀利的眼神 看了一眼王李氏 接收到信号的王李氏 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他不明白许晗川 为什么突然看他一眼 只见许晗川将手机 推向桌子的中心 紧接着里面传出一段录音 最近地下城不太平 许家那对父子盯得紧 如果我在这时候 将八和会的股份转卖给你 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我知道我知道 拿钱办事最重要的是讲总心 您放心 我会想办法收服其他董事长 八和会迟早闹得四分一练 这个声音再熟悉不过 在座几人听了这个录音 脸色会有变化 他们同时看向王李氏 特别是吴李氏尤其震惊 他无语地看了一眼身旁的王李氏 录音还在继续播放 许然那小子被许晗川他们当祖宫一样 身边又有人贴身保护 实在没办法下手 您给我点时间 听完录音 许晗川看向王李氏 听这个声音你应该觉得挺熟悉吧 王李氏低头顾 此时的吴李氏已经火冒三丈 他大声吼道 王泽 你说实话 这是不是你 王李氏还是不愿相信事实 明明自己用的是另一部手机 不可能发现 他也知道事情败露下场会如何 在大家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撒腿向门外跑去 其实他不知道的是 门外早已有人等候多时 只见许然手里拿着棒锤向屋里走进来 他一身修行故事 头顶一只鸭舌帽 这跟平时完全两股没了 他微笑的向王李氏打个招 你这是急着去哪呢 接着又将棒锤的一头 顶住了王李氏的下 王李氏紧张到说不出话 许然并没有多少耐心 他邪魅一下 棒锤一回 下一秒王李氏就倒在了地上 王李氏这才明白过 这一切都是他们设计好的 许然拿着棒锤一边打完 这一边冷冷笑着 要怪就怪你不听话 接着又是一顿嘲讽 一把年纪为老无尊 非得自讨苦吃 王李氏也是吃素的 他不向许然想来的鱼死网破 你真该死 看到这里 陈清月坐不住了 他握紧拳头紧张到准备冲上去 没等他过来 徐冰一脚踹在了王李氏的身上 陈清月也算是松了口气 紧握的手也松了下来 这时会长走了进来 拐杖在地板上当当起声 怎么没人说话 他拍了拍许然的后背 孩子做得不错 陈清月这才明白过 今天都是许然设的局 许然冷冷地看了一眼陈清月 然后扶着帽子 冲擦淡淡的微笑 陈清月的脸上 依旧没有任何脑袭 他只觉得今天的许然 好像会平时不太一样 小白兔开始反击了 他终于卸下了我猜 对待邦里的内鬼 没有一丝手辑 一向心狠手辣的陈清月 都看不下去 身为邦会的老人 王李氏知法犯法 证据面前他已无法抵赖 本以为可以逃过一几 谁知竟被许然拦下了去 直到现在才知道 许然竟是扮猪吃老虎的恶狼 原来这一切都是许然布下的陷阱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处理叛徒的手段 才是许然的拿手好戏 许然没有心思手软 有的只是心狠手辣 王李氏自知逃不掉 他赶紧抱住了会长许正勤的大人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着会长 您就救我 他们这是在污蔑我 许正勤俯视着王李氏 冷喝一声 是吗 这时从外面吵进来一位中年男女 他大声吼道 就是王则逼我去找海口的安检人员 举办那批果 他还要我暗中监视地下城 记录部分的交易信息 想要后续对付巴赫会提取证据 如今任正也出现了 王李氏白头莫变 他气得咬牙切齿 此时他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赶紧离开才是上场主 他没来得及多想 直接向着门外冲了过去 但是他低估了许然的洞察力 鬼还没迈开 就被许然的一棒锤给干绑 许然扛着木棒嚣张的笑着 他一脚踩在了王李氏的身上 到哪里去了王李氏 王李氏下得赶紧跪在许正琴的面前 会长 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犯下的 请您看在我这么多年辛苦付出的份上 放了我这次吧 许正琴没有给出回应 他只是说了一下帮会的规矩 当初大家可是一起定过规矩 将来若谁怀有一心背叛了八合会 就要乱棍打死 王李氏 你可吼记得 许然早已准备好 等的就是许正琴这句话 只见他已将木棒高高举起 既然规矩已定 那我可开始了 陈清月看不下去了 他大声吼道 够了 王李氏在公司任劳任院二十多年 劳苦功高 既然确定他是内鬼 将他赶出八合会电视 没必要闹出人意 许然玩弄着手里的木棒 凭什么呀 接着他慢慢靠近陈清月 木棒也抵在了他的下巴上 然后阴阳怪气的说 规矩是用来遵守 不是用来破例的 说完又越过陈清月 离开时又丢下一句 陈叔叔这么包庇王李氏 看来私底下关系很好 许然 你闹够了没有 许然立马反击了陈清月 这不该是你的处理方式 不忠于主子的狗是没必要的 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陈清月眉头紧撞 无言以对 许然指着陈清月开始向爷爷告状 爷爷你看他 他刚刚动我 你在这了他们都不尊重人 等您退休了我还不得被欺负 陈清月叹了口气 他为许然的做法感到无语 明明他提醒过许然 暂时不要挑起其他理事长的位居和逆反心 为何他还要当众揭发王责 他觉得这种拉仇恨的准势 不应该让许然去做 看来叔叔还是看不清形式 还是以为许然很软弱 其实自己才是那个小白头 许正勤宠溺的揉了揉许然的脑袋 爷俩的操作让陈清月越来越看不懂 许正勤示意徐兵 将王理事拖出去 别让他咽气 许正勤看向在场的所有理事们 让小然进公司学习是我的意思 见他回来接管八合会 也是我一一步行坐的 你们是对他不服气 还是对我的决定名义 几位理事们早已被吓得胆战心惊 他们不敢有太多意见 既然是会长您的意思 我们当然要尊重 只是许然少爷还年轻 话还没说完就被许正勤打断 他冷喝一声 如果我今天执意要他当这个会长 陈清月漫不经心的点燃着手中的烟 小然少爷还年轻 未来的路还长 会长不妨再考虑考虑 许然看向陈清月 陈清月却躲开了他的视线 这个结果让吴理事非常不满 他立马拨回了许正勤 会长 您这做法属实有点过头了 论姿排备看能力 在座的各位谁都比这小兔崽 更适合做会长 咱们八合会向来是能者居上 难道因为他兴许就能享受 优待为所欲人吗 两人谁都不愿给抬接 两人对视了几秒 许正勤压低嗓音 我的话很难办吗 无理事没有退让 最终这是没妥协 许正勤觉得面子有点挂不得 也只好丧会 见所有人都离开 陈清月一把拽住了许然的胳膊 然后捂住了他的嘴巴 拉入怀中将他强留了下来 叔叔 如果你在这么傲娇 可能你就要失去老婆了 直到现在陈清月都认为许然是只小兔 他觉得许然处理内鬼的方式非常不容易 他把许然带到了天台 接着对许然开始了说教 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我不是说过都有我处理吗 那群家伙都是亡命之徒 你把人家逼急了 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 许正勤现在老了 他不能护你一辈子 你到底明不明白 许然嘲讽着陈清月 那你呢 你能护我一辈子吗 被许然这么一关 陈清月愣住了 他不知该怎么回答 见陈清月没有回答 许然失落地转过身 陈清月 咱俩什么关系什么交情 你要这么替我着想 不久前你可还急着跟我贴亲关系吗 说完就准备离开 陈清月见许然要离开 他一把抓住了许然 虽然我不知道许正勤怎么计划 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做傻事 接着他拖起许然的脸庞看向自己 许然听我的 我不会害你 许然推开了陈清月的手掌 接着嘲讽他 你当然不会害我 那是因为我对你还有利用价值 越往下说 许然就越来气 最后直接对着陈清月吼了起来 从小到大只要是我想要的东西 就没有得不到你 既然你不肯接受我的感情 那我们就不再是朋友 是敌人 他扯住了陈清月的领带 恶狠狠地看着他 凡事和你站在一条线上 无论是谁我都会一个个除掉 直到把你的爪牙连根打起 总有一天 你会像狗一样被我踩在脚下 这样的许然 陈清月很不喜欢 他有些怒了 许正勤真是把你叫坏了 你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 事到如今 许然也没必要再伪装下去 他告诉陈清月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 是你把我想得太简单而已 他看着陈清月 很认真的问 陈清月 我再问你一遍 你要不要接纳我的感情 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 等爷爷退休了 我可以把公司和会长的位置都给你 这些话也许是许然发自内心的 他也很想知道 自己在陈清月的心里有多重 但陈清月面对这个问题 他还是沉默了 过了一回 不知道是真心还是敷衍 他回答了许然 我不喜欢没有经验的小孩子 听到这个答案 许然彻底的失望了 好 我知道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此决裂 清爷也别再对我做孤远不尽的行为了 陈清月不敢正视许然 他总是假装一副事不关己的模仿 许然再次提醒陈清月 我很招男人写的 希望你不要为现在的决定而后 说完就转身离开了 也许陈清月自己都没搞清楚 他对许然到底是什么感情 看着许然离去的背影 他的内心还是很不舍 许然终于找到能够接触到陆霄的机会 正好这天会展中心有个画展 这也是陆霄唯一会出现的活动 许然故意出现在陆霄的身边 还装出一副很懂艺术的模样 看来 许然为了今天做足了功课 他看着面前的画 开始娓娓道来 这是威尔斯的封笔之作 听说数年前被国家艺术馆收录 没想到还能在这看见人家 他的做法果然有效 他成功地引起了陆霄的注意 见陆霄上钩 许然假装淡定 这位哥哥也对这幅画感兴趣了 陆霄先是沉默了一会 接着嗡了一声 许然开始表演了起来 他装出一副惋惜的模样 只可惜 作品完成后 第四天 威尔斯福读自尽 这幅画也成了他坦克人生里唯一的高峰 陆霄接住画察 是不是只有死亡加持 才能让艺术创作的意义达到嘴峰 许然先是沉默了一会 接着他微微一笑 当然不是 这幅画的争议很多 威尔斯在短短三十年里 经历过几次大起大路 荣誉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到时他爱人离世后 他得了抑郁症 不出三年就抑郁而终 一段不被世俗包容的爱情成就了他 同时也毁了他 陆霄的表情有些伤感 这个故事让他有些感慨 男人之间也会产生爱情吗 许然弯下腰 温柔地探着陆霄 如果真爱有别 那为什么丘比克要闭上眼睛呢 他的回答好像打开了陆霄的新世界 他的眼神立马变得有神 许然见这个对陆霄有效果 他开始肆无忌惮地和陆霄聊了起来 话说哥哥你是做什么的 怎么一个人来看画展 我今天看见你好几次了 许然这么热气 陆霄突然有些不好意思 我画画的 所以喜欢光画展 听他这么说 许然开始吹捧起了陆霄 还装出一副崇拜的模样 怪不得你身上有股艺术家的气息 哥哥 你叫什么名字啊 陆霄更不好意思了 他结结巴巴 我姓陆 许然拖着下巴 俏皮地看着陆霄 然后将手伸向陆霄 陆哥哥 很高兴认识你 真是个自来熟的家伙 黑帮少爷三言两语 就把附加少爷混得开开心心 趁着这股热镜 许然邀请陆霄一起去参加KG美术馆的创作精彩 陆霄看着自己的手掌无奈地说 我已经很久没有拿起画面了 许然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继续画 陆霄有些难为情地将头扭向一边 不想画了 你撒谎 许然将头靠在陆霄的肩膀上秀了秀 你身上有淡淡油彩颜料的味道 说明你曾经接触过很长一段时间 就算再怎么清醒 还是能闻到 明明是你自己热爱的东西 为什么要轻易地说放弃 陆霄支支吾吾 我找不到 许然蹲在陆霄的面前 他将手伸向陆霄 那我来帮你找 你的理想热情还有灵感 我来帮你找回来 我没法用那些命运卡可的伟大艺术家的方式 给你加油打气 因为苦难造就不了人台 但只要你的手和眼睛都还在 那你就一定可以继续 哪怕不能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但至少不会变得更糟 这一刻 从陆霄的眼里好像看到了希望 许然看着陆霄 眼神里全是真诚 我能感受到原本的你有多惊艳 所以请不要轻易放弃 陆霄感受到许然和他的亲人很不一样 哄他腿受伤的那刻起 所有的亲人都对他小心翼翼 生怕得罪他的情绪 他们不知道的是 就因为这种小心翼翼 无时无刻都在提醒着他是个废人 也无时无刻强迫他接受自己试的残疾 他开始怀疑 我真的可以吗 正当他犹豫的时候 许然拿起他头顶上的一片小树叶 试一下吧 只要你想就一定可以的 许然又假装一副冒犯的样子 他赶紧道歉 道歉 我唐突了 陆霄抬起头看向许然 他的脸有些微红 许然见好就收 时间不早了 我要先走了 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他扭过头看向陆霄 陆哥哥 遇见你很高兴 有机会的话 我们下次再见 对了 有没有人跟你说起过你的眼睛很漂亮 像大海一样 深邃又神秘 就这三言两语 已经把陆霄整个心花怒放 许然的出现 也让陆霄改变了很多 到了晚饭时间 从不下楼的陆霄 居然提出想和爸爸一起吃饭的想法 爸爸有些受宠落尽 他宠溺的看着陆霄 我让佣人再被挤到你喜欢的菜 陆霄说 我想让你帮我找个人 是我在美术馆遇到的一个人 挺聊的来的 我想跟他交朋友 但忘了问名字 爸爸满脸开心 他好奇的问男的女的 男的 年龄二十左右 身高大概一米七二 皮肤很白 长得很漂亮 要不放出来 这样我们找起来也方便 陆霄摇了摇头 不行 爸爸和陆瑶一脸猛逼的看着陆霄 提起许然 陆霄满脸羞涩 现在我画工退步了 会把他画得难看 干爹把许然推荐给了馆长 许然好奇 为什么推荐我 我又不画画 干爹是了解许然的 留学的时候 你不是学过五年国画吗 还货了几个奖 后来怎么不学了 许然觉得干爹调查他 干爹无奈地看着许然 他叹了口气 你爷爷是理工高材生 你妈妈是很厉害的律师 父亲是金融学博士 怎么到你这就走歪了吗 许然一脸无所谓 我只是不喜欢这些 枯燥乏味的课程 金融学什么的最烦了 他好奇地问干爹 你知道我爸妈那场事故 是怎么发生的吗 干爹显然是在回避这个问题 这是你得问相关的人才行 搬到了王泽 许然答应过那人 要放过他和母亲 男人带着母亲 向许然表示了感谢 您的大恩大德 我和母亲都会记得 许然让他快走 准备离开时 许晗川带着几人 向许然走了过来 他还不能走 许晗川看着许然 然然 我跟这位先生 还有点事要谈 你先回去吧 等航班到点 我会送他离开的 男人紧张地抱着母亲 向许然投来求助的眼神 许然挡在了许晗川的面前 二叔 王泽已经倒台 这两个人对我们没有威胁 然然他在地下城待了四年 手里说不定还有别的秘密 你以后是要接管八和会的 我不能放过任何能威胁到 你的因素存在 许然眼神黯然 就不能少造点面 放过他的母子 许然的话让许晗川 直接愣在了那 半天没有说话 许然用祈求的眼神 看着许晗川 他只是为了给母亲治病 才被王者利用 换做是我 我也会这么做 许晗川沉默了 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们走吧 记得是许然少爷放过你们了 两人向许晗川和许然 深深地鞠了一躬 然后表示了感谢 许晗川再次提醒 下次可不能这么任性 许然好奇地问许晗川 二叔 我母亲长什么样的 提起他的母亲 许晗川好像有很多话要说 但话到嘴边时 他又停了 他宠溺地揉了揉许然的脑袋 小声地说 你以后见到就能知道 他的话很小声 许然并没有听清楚 二叔 你说什么 二叔扭过头 淡淡地回了句没什么 不知许然做了什么 惹得陈清岳大怒 他将资料甩在许然的面前 你好大的胆子 敢拿走我地下城的管理权 要换代理人 需要五名理事长表决通过 你到底在背后耍了什么时候 许然一脸挑衅 亲爷 这都多亏了你啊 陈清岳皱起眉头 他不明白许然说的是什么意思 许然拿出一个U盘在手里保 还记得你醉酒那天吗 我趁你洗澡的时候 在你的电脑上复制了笔资料 本来想删掉我那些丢人的照片来着 谁知道竟发现了这么多好东西 陈清岳想夺走那个U盘 但被许然躲开了 陈清岳好奇地问 你要地下城的管理权做什么 你连货物来源和运营路线都不知道 凭什么认为自己有能力胜任 陈清岳揉了揉许然的嘴唇 少跟我偷换概念 你别以为我真不敢对你动手 许然微笑地拨开了陈清岳的手 别这么生气嘛 咱们做个交易如何 他拿出一张黑卡 递给了陈清岳 你要是能把我伺候开醒了 我可以考虑把地下城还给你 叔叔你这是掉进坑里出过来了呀 三番五次的心甘情愿被小少爷吸收 一点提防心都没有 代价一次比一次的大 小少爷都送到了嘴边了哪有不吃的道理 这回还真被吃干抹尽了 第二天一大早 许然就骂骂咧咧 臭渣男 温香软玉还在床上躺着 既然回去工作了 活该三十岁找不到对象 刚骂完 陈清岳就提着早餐从外面回来 骂谁是渣男 许然开始装模作样了起来 哎呀我身上好酸呀 陈清岳气冲冲的一把将他从床上拽了起来 许然却抱住了陈清岳 还往他的身上蹭了蹭 陈叔叔 我好喜欢你 昨晚你超性感的 陈清岳提出要送许然回家的想法 许然表示不用 他已经叫了徐冰 现在他还不想让爷爷知道他们的关系 否则他一定很失望吧 听他这么说 陈清岳非常不满 见陈清岳不高兴 许然赶紧过来安分 他拔掉陈清岳嘴里的烟头 你别多想 他对我失望的原因 不是因为我跟你油然 而是我没有能耐征服对方让他爱上我 他怕我跟你走得太近会受伤 但我觉得 你不会舍得伤害我 说完又顺便带走了烟 还叮嘱了一句 答应我 下次少抽点烟吧 出了门 许然又换回了那个冰冷的表情 他拿出手机 看着手机上的通知 陈叔叔 指纹解锁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对待枕边人 还是应该多点防备心 为了许然 陈清岳解除了和神秘女人的合作 女人不明白哪里出了问题 他开始把复仇的目标 转移到了许然的身上 他要许然偿还许正晴 当年害死了他的公共 和他刚出生半个月儿子的债 如今许然顺利地拿到了 地下城代理人的位置 许正晴觉得 许然没有必要再和陈晴岳来玩 毕竟陈晴岳跟了他这么久 他还是很了解他的 他这人不是许然能掌控的 许然立马拒绝了爷爷的提议 我跟他玩得正开心了 才不要分道扬镳 而且我觉得他也没爷爷说得那么复杂 许正晴看着许然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这个孩子 什么能力都行 就是玩心太重 也许我该给你找个联姻对象 让你收收心 上次你不是跟陆家那位少爷接触过吗 感觉怎么样 许然表示 他的性子有点温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接着他开始讨好许正晴 一边给爷爷锤尖一边试探 爷爷 要不我们别找陆家合作了 他家两个儿子都不靠谱 反正我已经在陈晴岳的手机里 装了监听软件 假如他日后想搞事情 我们再想办法哥他也不识 许正晴也是对许然疼爱有加 他的要求基本都会满 他拍了拍许然的手 我也懒得管你了 你想怎样就怎样吧 得逞的许然立马复活 他指着门口 那爷爷我出门了 想见叔叔的心思半课都等不了了 果不其然 下一秒他就出现在了陈晴岳的楼下 能在这里见到许然 陈晴岳好像并不觉得意外 就是有点担心 这么冷的天 许然只穿了这么点衣服 许然立马抱住了陈晴岳 我好想你 陈晴岳有些不好意思了 别闹 这里人多 那我们去你家 回到家的许然一咕噜的扑倒在床上 还是你家的床叔 见他这种模样 陈晴岳又不想做人了 许然一把推开了陈晴岳 身体还没恢复 他还不想死得太惨 陈晴岳只好无奈地放开了他 他宠溺地揉了揉许然的脑袋 许然却不高兴了 技术明明这么熟练 怎么可能是第一次 他在心里骂了无数次陈晴岳 霸道的叔叔原来这么的没有安全感 不是他不爱许然 而是觉得自己一身污泥 配不上这么干净的许然 原来早在14年前 他就注意到了许然 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也是个很糟糕的相遇 那是在许然的一次生日宴会上 他羡慕许然有个富裕美满的家庭 还有疼爱许然的家人 他有众星捧月般的关爱 他拥有着陈晴岳做梦都不敢奢望的迹气 那时的陈晴岳还只是一个跑腿的服务员 他只敢远远地看上你 那时的他幻想着 要是自己是许然该有多好 羡慕的眼光再也无法从许然的身上离开 却忘了自己的身份 最后还搞砸了工作 许正晴看他手忙脚乱的梦想 眼里也只有嫌弃 低贱的身份最后等来了无情的一脚 连个盘子都端不稳 弄得一地都是 还不快收拾干净 陈晴岳知道自己犯了错 他低下头收拾着地上的污渍 不好意思 我现在就收拾干净 他的容忍引起了许然的注意 他走到陈晴岳的面前 将手里的糖果递给了陈晴岳 疼不疼 请你吃糖果 爷爷说吃糖果就不疼了 许然小小的身躯挡在了陈晴岳的面前 还替陈晴岳教育起了十报准 这一幕多少有点讽刺 陈晴岳看着手里的糖果 静静地发呆 出生在底层的他 经历过太多的歧视和恶意 自卑早就在心中生了根发了牙 这份糖果对他来说 不是救赎而是毒药 他提醒着陈晴岳的自卑与不堪 也提醒着他是被施舍的地方 他和许然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从那时起 陈晴岳拼命地往上爬 与其被施舍 他更想用双手争取 哪怕不择手段 他渴望获得权利和财富 八合会也变成了他的目标 他本无意站在许然的最地里 所以在许然回国的那天 他绑架了许然 想着除掉他 以后的路才容易 他温柔地抚摸着许然的脸庞 但不知为何 我始终都没有舍得下狠手 经历了这么久 金钱和权利根本无法填补我内心的缺口 所以我想要的 到底是什么呢 他将许然紧紧地抱在怀里 其实许然并没有真的睡着 陈清月的话他都听了进去 他往陈清月的怀里钻了钻 傻叔叔 如果你想要 我愿意再给你一颗糖 第二天一大早 陈清月又拉着许然开始不干人事了 这边倒是玩得很开心 可怜了那边的陆霄 自从和许然的那次相遇 他就对许然恋恋不忘 还让爸爸帮忙去打听许然的下方 根据他的描述 爸爸找来了一大堆和许然相似的照片 可惜都不是 陆霄有些崩溃了 爸爸也很无足 他安慰着陆霄 没事的消消 爸爸明天再叫人帮你找找 陆霄也知道 光靠他的描述如同大海捞针 他让爸爸先别找了 这时门外有人来汇报工作 陆总 许家那边还是没有回复 本以为前段时间 八和会的王李氏被除名 许家会考虑我们接铁 没想到这么久还是没消息 陆霄觉得八和会此事肯定是缺人了 你去逼他一把不就行了 爸爸有些不太明白陆霄的意思 陆霄说许正勤有个宝贝孙子 听说和陈清月处的不错 你可以找人绑了他孙子 然后嫁祸给陈清月 许正勤本来就看陈清月不顺眼 肯定会想办法除掉他 那时你就可以用原著为借口 顺理成章与许正勤合谋 倒是你想进八和会还不简单 这边或因火急火燎的跑回来找陈清月 大哥 地下城那边有变谋 当他推开陈清月的房门时 他无语吧 眼前的一幕多少有点辣眼睛 陈清月赶紧裹住了许来 脸上还有些不悦 下次进来要先敲门 到底什么事 昨晚地下城陆续来了一帮人 大概两百多个 他们分散在各个楼层转移 探似在消费 但好像是来踩点的 听到这里 许然立马抱住了陈清月的脖子 陈清月问霍英 有查过进入地下城登记的身份信息吗 查了 多数是无业游民 籍贯和赞助地都位于S市 陈清月立马想到了那个女人 许然赶紧把脑袋埋进了陈清月肩膀上 陈叔叔 我好怕 陈清月揉了揉许然的脑袋 不怕 有我在 一旁的电灯炮可真是无语了 陈清月犀利地看着霍英 还有别的事吗 没事就出去 把门锁上 今天的事 你就当没看见 霍英走后 许然开始向陈清月告状 她好像一直都对我很不服气 我想打她 陈清月捏了捏许然 就你这小身板 她打你倒差不多 许然不服气 我想打谁就能打谁 在这里我可是少年 陈清月宠意地揉了揉许然的脑袋 你啊 还是少惹点祸 将来会长寿终正气 你一个人要怎么办 许然捧着陈清月的脸认真地说 我还有你啊 陈清月捏了捏许然的下巴 我就是个贪财好色的混蛋 你就这么确信 我能坚持喜欢你几十年不变心 许然开始变了脸色 像是开玩笑又像是真话 如果你以后不要我 我就从这楼上跳下去 听她这么说 陈清月赶紧捂住了她的嘴巴 傻瓜 我开玩笑的 不许说这么可怕的话 许然好像真的生气了 她捏住陈清月的下巴 陈清月 你给我听好了 既然我们已经这样了 我就不会再喜欢别人了 如果你敢三心两意另寻他人 我一定会想办法废 当然 可以选择打死我 或者 话还没说完 陈清月就打断了他 不会有那一天 除非你一情别恋 否则就算你在背后捅我一刀 我也不会怪你 许然也很认真的回应 可我真会捅你一刀 陈清月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捅就捅吧 谁让我摊上你了呢 许然小声嘀咕着 你可不要骗我 隔日 许然盯着手机一副焦急的模样 这徐斌死哪去了 这么久还没到 不知什么时候 许然的身后多了一群人 当许然感觉不对劲 回头看时 不知名的一棒 直接打在了他的脑袋上 当徐斌赶到时 怎么都找不到许然 只有地上的一滩鲜血 一向冷静的叔叔 再也不冷静 小少爷被人偷袭 还受了重伤 而他却成了怀疑对象 因为有了上次的经历 他就是有再多的嘴 都说不清了 更何况他的位置 还有那么多的人惦记 而且他也是许然的眼中病 这场游戏里 他注定输得很坦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 这一切会是一项 不问世事的陆家大哨部的局 王李氏被判八合会遭到处局 空缺的位置 让惦记的人蠢蠢欲断 而许正勤正好 有除掉陈青月的想法 陆萧正好利用上了这点 一切都来得那么及时 好不容易两人刚有点进展 说来奇怪 在霍英准备送陈青月回去的时候 却怎么都找不到 家里和车上的钥匙 他摸了摸口袋 嘴里还调侃着 会不会落在哪个女人家里 现在也只好用公司的备用钥匙 陈青月一脸的无奈 霍英接着调侃 现在你跟那小子那么熟 要不想办法 把他家的钱弄过来送我一页 陈青月有些怒了 因为他不想听 有人开许然的玩笑 他立马对霍英实行了惩罚 你信不信我 现在就把你那几栋楼收回去 霍英立马认错 我信我信 你是真实敬那大哥 此时陈青月的心情非常糟糕 因为许然已经半天 没给他发信息了 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打晕后的许然 被带到了一处死角 其中一人见许然长的票单 居然动了歪心思 还好被另一个人给阻止了 他大声呵斥着 这可是任务 搞砸了咱们吃不了兜着走 就在这时 打风的人向他们跑了过来 有人来了快走 原来是徐斌找来了这里 几人见徐斌过来立马逃了 可他们却留下了重要证据 徐斌一眼就认出了那把钥匙 不错 正是霍英丢的那把 这下陈青月的罪名算是坐实了 昏睡的许然立刻被徐斌带到了医院 当他再次睁开双眼时 顾名所以的徐然只感觉脑袋一阵生疼 他摸了摸头上的绷带 二叔我这是怎么了 许晗川从关心变成了脑梦 你还好意思呢 跟你讲了多少遍离 陈青月那个白眼狼猿 你差点被他害死了知不知道 他的话让许然摸不着头脑 二叔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这时许正勤走过来 孩子你刚刚被人偷袭了 还好徐斌及时把你就回来 不然我这个老头子得白发人送黑发人 徐然满脸问号 偷袭是陈青月干的 许晗川接着说 徐斌在现场发现了霍音的钥匙 这件事肯定跟陈青月脱不了关系 许然扑斥一笑 立马为陈青月辩解 不可能 如果是陈青月 他倒不必到现在才对我下手 这种放着破绽 让我们解的作风也不像他 许晗川不太明白 所以你的意思是 许然了解陈青月的为人 他更不可能做出伤害自己的事 他觉得一定是有人从中作可 恶意挑拨他们和陈青月的关系 有可能是恨之入骨的审视 也有可能是陆家 提起陆家 许晗川一脸的不解 许然一副了如执掌的那样 陆家想加入八合会都快想疯了 保不准是动什么歪心思 我们和陈青月不合的传闻 早就传遍了剧场 并且知道我们现在对付不了陈青月 一旦我们与陈青月闹拜 就必定需要个背景强大的帮手 许正琴不淡定了 所以陆成风特意设了个局 料准了我们会去找他 许然觉得无所谓 干脆我们将错就错 就当和陈青月彻底闹拜好了 既然那人想搞事情 总有一天他会自己露出尾 许晗川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揉了揉许然的脑袋 你就这么相信他吗 许然坚定地点了点头 那当然 我很了解他的 他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那边的陈青月可不淡定了 他给许然打了无数次的电话 每次都是该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这回他是真的急了 霍英在一旁安慰着他 算了大哥 都已经大半个月了 那小子脑袋开花缝了针 这会子心情肯定比你还乱 他说不定已经认定是我们干的 就算你想解释 也是没用的 陈青月气得紧握拳头 到底是哪个混蛋竟敢让老子背锅 要是被我找到 我弄死他 霍英突然想到了会长 他紧张地挠了挠头 会长对咱们短来就很忌惮 现在又出了这种事 只怕他对我们的恨意会更上一层 大哥 恐怕许少爷不会和你好了 这话让陈青月更不淡定 现在的他早已被许然给迷的五名三道 他要立马去找许然解释 一刻都等不了 拿起外套就准备往外冲 霍英见他这么冲动 赶紧上前阻止 不行 得再去查一下 肯定还漏了什么蛛丝马迹 大哥你冷静 该查的都查了 犯人是有备而来的 把痕迹处理得很干净 陈青月立马将矛头指向了霍英 他揪起霍英的衣领 那你说怎么办 为什么你的东西会他妈的出现在现场 这个事情霍英确实有责任 他不得不承认 抱歉 是我一时疏忽 陈青月放下了霍英 然后发了句牢骚 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妈的 没一件事是顺心的 现在的他急需抽上一根香烟来缓解一下情绪 就在他准备掏出口袋的烟时 脑子里瞬间出现了血缘的声音 答应我少抽点烟 陈青月烦躁地捋了捋口发 此时的他简直快要崩溃了 脑子全乱了 他不想这么坐以待理 他愤怒地一脚踢在了桌子上 从没见过他这么失态 我去一趟医院 我必须得跟他见你 老子一刻也等不了 他的行为让霍英很失明 大哥 你该不会真喜欢他吧 陈青月毫不掩饰 对我喜欢他 喜欢到想立刻跟他上床 作为朋友 霍英还是想提醒他一句 既然这样 你得先平复一下 你现在的状态会吓到他了 半个月以后 许然终于出院了 出院的他好像脱胎晃了 徐斌跟在气候 少爷你慢点 虽然办了出院 但你的伤还没完全好 两人还没走出大门 陈青月就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见到陈青月 徐斌立马挡在了徐然的面前 少爷 不如我们从南门出去吧 许然拍了拍徐斌的肩膀 没关系 这光天化日的 他还能吃了我不成 你先去车里等我 见到许然 陈青月还是有点紧张的 许然 你还好吗 我想跟你谈谈 许然直接从陈青月的身边走过 一副爱达不理的模样 没那个必要 我现在心情很差很烦 不太想跟您说话 许然的态度 陈青月没法接受 他一把拉住了许然的胳膊 不是我干的 我绝对不会对你做这种事 许然瞄了一眼后方 好像有人正在偷拍 他躲开了陈青月 陈叔叔 咱们先分开一阵子 冷静一下好吗 爷爷不希望 我跟你走得太紧 还是闭个闲吧 陈青月没法答应 他发疯式地按住了许然 我没做过的事 为什么要闭闲 你知道这段时间 我多想你吗 他温柔地抚摸着许然的脸 你看你都瘦了 许然一把拍开了陈青月 够了 陈青月你让我感到恶心 他的话太伤人了 陈青月愣在了原地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膜 明明前几天 他还躺在自己的怀里 和他腻歪 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他想不明白 你是这么想我的 对 别来找我了 说完这话 许然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愣在原地的陈青月 久久不能平静 看着他的背影 许然心里也不是滋味 他命令徐斌 查出刚才偷拍的狗仔 务必问出是谁派来的 刚甩掉了叔叔 这边又把陆家 大上迷的神魂垫 为了弄清楚 绑架他的是不是陆萧 许然再次接近陆萧 这回他直接来到了陆萧的家 这也是陆萧万万没有想到的 许然更没把自己当外人 他熟练地拉开了陆萧家里的窗帘 今天天气不错 就是屋里太闷了 哥哥 虽然你的创作环境很有个性 但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里 总归不太好 陆萧还是没缓过神爱 他好奇地问许然 你怎么会找来这里 许然张口就来 因为想你啊 接着他拉住了陆萧的手臂 又将他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脸上 然后蹲在陆萧的面前 哥哥好像比之前瘦了点 黑眼圈也重了 是平日里忙于创作没休息好吗 再怎么样也要注意身体啊 他用真诚的眼神看着陆萧 这副模样可真是走进了陆萧的心坛 上次没来的急问他名字 这回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 他先是介绍了自己 我叫陆萧 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许然微微一笑 上次忘记添加联系方式了 我后来也一直托人打听哥哥的消息 我叫许然 许正勤是我爷爷 刚好今天二叔和陆老爷要谈生 我就跟过来找你玩了 陆哥哥以后就叫我然然嘛 家里人都这么叫我 听完他的自我介绍 陆萧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心里还想着 这下完大了 许然又开始了他的套路 拿起抹布就开始打扫了起来 陆萧连忙阻止 家务活让佣人来做就好了 你是客人 怎么能做这些 陆萧越是阻止 许然就干得越起劲 没事 我就喜欢做家务 不用跟我客气 打扫完阳台 又接着清理地上的垃圾 嘴上还哼着小曲 一副乐不思蜀的样子 这让陆萧开始内疚了起来 因为许然刚进房间时 陆萧以为是永远 所以对他发了脾气 他连忙向许然道歉 刚刚无缘无故朝你发唬 对不起 我平常不这样的 七八年前我遭遇到袭击断了斗 从那以后就越来越自离 性格也喜目无常 你会不会因此泡路 他一脸担忧地等着许然的回应 陆萧的反应正是许然想要的 就算全天下的人都觉得哥哥是疯子 我也会永远站在你这边 他的回答是陆萧没有想到的 长期的自卑让他一度怀疑所有对他好的人 偏偏许然的出现让他再次找回自信 他仿佛看到了光 他发自内心地向许然表示了感谢 看着许然的背影 看着看着就入了迷 他向许然提出了一个不情之情 然然 你可以做我的伯特吗 我想画你 许然想都没想爽快地答应 好啊 下次我们约个时间 你想多久都可以 此时的陆萧早已被许然迷得神风颠倒 真是怎么看怎么喜欢 而许然却在心里打着算盘 他觉得陆萧一个瘫痪七八年的惨 应该没能耐背后耍阴招 总之先搞好关系 说不定能从他口中打探出什么有用 许晗川与陆老爷的生意谈完了 许然也该离开了 临走十几人又互相寒暄了几次 陆萧依不舍地看着许然 许然微笑着回应 哥哥 那我们明天再见 我会来找你玩的 许然走后 陆萧问父亲 下周一明就要正式出席工会会议了 对 日后怕是要忙起来了 陆萧的脸色立马沉了下来 本家生意已经够让您头疼了 您身体不好 别太操劳 周一上午的会议由我代替您出席 他的话让父亲的脸色瞬间僵硬 你愿意去的话当然再好 还是我们萧萧孝顺 懂得体贴为父的心 本想去扶轮椅的手也落了空 陆萧早已推着轮椅离开 完全没有了刚才副辞字笑的场合 父亲也只能远远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此时陆萧只想着如何让那些绑架许然的人闭嘴 他绝对不能让然然发现是他害得他重伤住院 否则一定会对他失望透顶害怕的 他也要想办法让父亲收紧嘴巴 还有那几个打手也必须要解决掉 男人狠起来真是六亲不认 他慌了 他开始不淡定了 自家小白兔总是往别的男人深省提 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 自从那次误会以后 许然再也没有找过陈青月 一向高冷的叔叔再也坐不住了 每天跟丢了魂一样 霍英也陪着他胡闹 还帮他追踪到了许然的位置 此时的许然正带着徐斌来到商场 因为他想送陆萧一件礼物 顺便再给二叔买几套西装 就在他走到一套西装的面前时 他不由地想起了陈青月 他将西装拿在身上笔了笔 心里想着如果是穿在陈青月的身上 那一定帅爆了 想到这里 脸也不自觉地红了起来 当他还沉浸在幻想之中时 一只无名手将他拉入了怀中 此人正是他刚才幻想的对象 对于许然这几天的赌闻 陈青月感到非常的不满 有闲心逛街却没时间接我电话 少爷可真是让我好等了 反应过来的许然只想着逃跑 奈何太急 没跑几步就摔在了地上 陈青月见状赶紧将他扶了起来 好什么 我还能吃了你不成 这一跤摔得倒是不轻 疼得许然呲牙咧咧嘴 眼间的陈青月一眼瞄到了 掉在地上的礼盒 他捡起礼盒并将它打开 里面躺着的是一条精美的领带 看到他的内壳 一股促进立马涌上心头 他反问着许然 你买这种贴身衣服玩意儿 是送给徐冰 见状的许然立马上前抢夺 关你什么事 我爱给谁就给谁 他的话让陈青月更不爽了 他一把拉住了许然 冲动之下将她带到了隔间 他不明白许然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 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 如果我真想害你 有必要等到现在吗 许然面无表情地质问陈青月 轻者自轻 叔叔干嘛这么生气 是替人背锅心里感到委屈 还是世纪败露后的恼羞成怒啊 他的话彻底地激怒了陈青月 失去理智的他一把捏住了许然的下来 看着看着就轻了下去 无论许然怎么挣扎都没能挣脱 陈青月捧着许然的脸蛋 既然我说什么你也不相信 那我们不如用更简单直接一点的方式 少爷 你是想平平安安地跟我在一起 还是想找死 他的话没有吓到许然 许然还是那副冷漠的态度 要是不怕牵连到你那些好兄弟 就掐死我吧 陈青月犹豫了 趁着他犹豫 许然一把将他推开 他的委屈并不比陈青月少 我差点丢了半条命 你认为我还会相信你的鬼话吗 陈青月 其实你根本不喜欢我 你心里只想着自己 陈青月没想到许然会这么认为自己 他有些愣住了 但是喜欢许然是他不可否认的 以前是自己嘴硬不愿成人 但是现在他想告诉许然 正当他想说喜欢许然的话时 却被许然打断了 这一刻他将委屈变成了愤怒 他指着自己的脑袋大声吼道 那天晚上徐斌晚来一点我肯定就死了 都是因为你没把我保护好才害我受伤的 你凭什么凶我 对于这件事 陈青月自知理亏 他确实没有保护好许然 他没有了刚才的强音 他温柔的喊着然然 许然将头扭向一边 他不敢面对陈青月 因为他害怕自己心冷 但嘴上却很强硬 谁允许你叫我然然呢 不准这样喊 陈青月没有说话 他愣在了那里 许然转身准备离开 想让我相信你也可以 去找出凶手摆脱嫌疑 走时还警告了他一句 别像个神经病一样胡乱发疯 其实许然是心疼的 他知道陈青月是被冤枉的 但为了找出凶手 他只能狠心拒绝陈青月 看着窗外 他暗自悲伤了起来 他低下头想起了爷爷 如何跟人坦诚相待 怎么去喜欢一个人 爷爷你可从没教过我呀 情敌见面分外眼红 叔叔终于见到了那个 让他地位不顾 但他没想到的是 那人居然还是个残废 无论长相还是气质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自上次许然离开陆家时 对陆萧许然成为 陆萧信以为真的一直在家中等着许然 皇天不负有心愿 他终于等来了许然 这让他无比的惊喜 让他更没想到的是 许然还给他准备了礼物 许然将精心准备的礼盒 塞给了陆萧 想着空手来不好意思 就给你买了条领带 但是 我第一次买不太会挑 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式 陆萧爱不适手地将领带拿在手中 只要是然然买的我都喜欢 然然你可以帮我戴上吗 许然爽快地答应 他蹲在陆萧的面前 亲手为他戴上 两人的距离很近很近 这么美的一张脸 陆萧看着看着就入了门 入迷道他想把许然 永远留在自己身边 情不自禁地 他将手放在了许然的脸上 特别是那两颗类质格外耀眼 他温柔地抚摸着 然然 第一次在美术馆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很想把你这张脸画下来 你的眼睛很漂亮 闻言的许然也是高兴坏了 是吗 之前也有个人这么说过 许然立马跑到飘窗上坐下 僵硬地摆好姿势 两眼直愣地看着前方 他的样子逗乐了陆萧 他让许然不要紧张 放松点 眼睛看着他就好了 听了他的话 许然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 就这样一直保持着 不知过了多久 许然就睡着了 在等他睁开双眼时 陆萧已经画好了画 他没想到陆萧居然把他睡着的样子给画了下来 他一脸的崇拜 陆哥哥 你画得真好 等你找回了曾经的感觉 一定要在KG美术馆办一场盛大的画展 我要做你第一个参观者 说完这些画 他又来到画的面前 盯着画看了起来 像是从中能发现出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可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陆萧也正盯着自己 他那精致的脸庞 性感的嘴唇 还有撩人不自知的窍口 全都被陆萧看进了心里 他看了看自己满是颜料的脏手 一个大胆的想法也在心中萌发 他拉了拉许然的胳膊 他让许然可以后退 离远点看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接着他松开了许然 对不起啊许然 我忘了手上的颜料还没洗 把你衣服弄脏了 许然表示没关系 一会洗一下就好了 可陆萧却觉得不妥 这种颜料洗不掉了 还非要帮他拿一件干净的衣服给他换上 他的热情让许然感到很不好意思 好吧谢谢 许然脱掉了身上的脏衣服 然后将陆萧拿来的衣服穿在了身上 太阳都要落山了 脏衣服我待会走的时候顺便拿去丢掉吧 陆萧的目的达到了 他轻咳几声 然然 我有点不舒服 我让管家送你 你先回去吧 这里的东西我不让佣人来打扫 听他这么说 许然也没再多想 那我先回来 哥哥要注意照顾好自己 在他走后 陆萧就迫不及待地捡起许然脱下的那件衣服 还把他拿在鼻子上深吸了口气 许然留下的味道让他上头 原本就憋着的想法此刻再也难以控制 他一边行围着嘴里还一边喊着然然 然然啊 我们约定好了要做一辈子的朋友 你可千万不要离我而去 否则的话 我们就一起下地狱吧 陆萧得偿所愿地加入了八合会 今天也是他第一天出现在会议上 许晗川上前寒暄了几句 陆少爷出来乍倒 可能对八合会还不太深 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门 等会议结束 就让我们小然少爷带你去参观 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 陆萧深情地看着许然 好啊 如果然然不忙的话 许然用同样的眼神回应着陆萧 这么看的话 两人还真像是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刚好这眉目传情的一幕被陈情乐撞进 他犀利地将陆萧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 他的眼神也让陆萧感到浑身不自分 眼见的陈情乐一眼就注意到了陆萧身上的领带 原以为那个领带许然是打算送给徐冰的 谁知竟送给了这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死残废 这回气的叔叔可不是发疯这么简单 叔叔他终于拿出郑公娘娘的姿态对他情谊 在他见到陆萧的那刻 他就知道对方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因为在他眼里 对方也只不过是个废物 见他腿脚不方便 更是嘲讽了起来 你就是几年前被打断头 还把自己搞成精神病的那样 许然见他如此的侮辱陆萧 居然还向着陆萧对起了陈情乐 他觉得这样的陈情乐很没礼貌 会议上两人还故意在陈情乐的面前有说有笑 陈情乐感到非常的不爽 凭什么一个残废也敢跟他抢 也不知道两人到底什么时候勾搭上他 极度新的趋势让他主动找着陆萧 对于陈情乐的到来 陆萧没有丝毫的胆怯 陈李氏 有什么话直接说吧 大家都挺人的 我晚上约了然然吃饭 六点前得把这些资料都看完 陈情乐立马拿出他正宫娘娘的架势 他开门见山 有些私人疑问 需要陆李氏解答 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 陆萧淡定自如 八月二十四在KG美术 我们一见如故 相谈甚欢 陈情乐更疑惑了 他知道雪然早就不画画 更不可能去看画展 陆萧反问陈情乐和然然很熟吗 还是对他胆兴趣 陈情乐轻蔑一笑 我和他之间的关系有些复杂 该干的不该干的都干过 总之不是你这种脑子 不正常的残废能取代 倘若你真正不要人 试图趁虚而入 破坏我俩的关系 我就把你砍成一劫一劫 做成花费 他的话让陆萧很是无语 就在这时 雪然给陆萧发来了短信 陆哥哥 你现在忙不 我这就过去找你 看过短信内容的陆萧 立马有了别的想法 他把手机屏幕翻了过去 开始挖苦起了陈情乐 今时不同往日的陈理事 你猜许会长 为什么要拉拢陆家加入工会 是因为会长 他老人家觉得 你这条狗管在不住了 没必要留着祸害在身边 不然他为什么 特地给你评价 然后急着把成北的 那些项目转交给我 他的话提醒了陈情乐 陈情乐的脸色逐渐难看 先是怂恿那小子 盗取我电脑里的资料 又让他使美人计 骗走我地下城的管理群 现在又不准我进他 还拿许然意外住院 这件事大作文章 强行逼我休假 真是越想越起 怒火再也无法困执 他用力的一掌 拍在了桌子上 许正勤这只老狐狸 为了除掉我 连自己亲孙子 同意用手 还真是无所不用气急 陆潇见他这番火大 接着火上加油 以我对然然的了解 然然怎么会喜欢 跟自己爷爷做对的人 陈情乐知道陆潇装模作样 趁机也挖扑了一下他 信陆的 你跟许然还没碰上面的时候 他就已经躺在老子床上了 就算许然跟我闹掰了 他也看不上你 陆潇见陈情乐情绪有些稳定 接着又开始了刺激 感情没有先来后到之分 再者 我和然然的亲密程度 可不仅仅止步于身体 这话彻底的激怒了陈情乐 恨得他咬牙切齿 他揪起陆潇就是一巴掌 你敢动他 陆潇若无其事地擦去嘴角的血迹 为什么不敢 我只是右腿补断了无法行动 又不是丧失了正常男性的功能 然然身上有种很特别的香味 像花也像茶 每次他一脸红 身体发烫 体香就会变得浓一些 皮肤也软软的甜甜的 这些陈礼士应该知道的 你不是也体验过吗 这话让陈情乐再也不受控制的抓换 他让陆潇闭嘴 然然的名字从他的嘴里说出来 简直就是一种污移 他的状态正是陆潇想到的 不怕死的他依旧嘴 其实你愤怒的原因不在我 而是你很清楚 然然已经做出了选择 你和他之间再也没可能 陈情乐不想被比下去 开始胡言乱语 一个局外人凭什么妄加揣测 反倒是陆少爷 宁品号独特 居然喜欢用别人玩剩下的 陆潇反驳着他 他认为然然很好 也很特别 他不介意然然的过往如否 只要每天能看见他就好了 陈情乐继续嘲讽 那是因为你闯 你被许然单纯的外表所蒙骗了 还有老子身边阴阴厌厌多的事 根本不在乎他一个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胡言乱语 早被门外等候多时的许然语 当陈情乐回头看到门口的许然时 他开始慌了 许然的脸色非常难看 陈情乐 刚才的话我没听清 你敢不敢再说一点 估计叔叔这回是想吃点爱情的苦 来了来了 大家是不是都以为叔叔要开始追七火葬场了 其实不存在的 许然的脑子一直都很清醒 只想搞事业的他又怎会不知路销的把戏 所有的走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要想让陈情乐彻彻底底的变成他的狗 他就要把主导权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 而事实也正如他所愿 陈情乐不仅把权力交给了许然 还发誓要给他卖命 不过条件就是许然得归他所有 在他的眼里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许然相提并问 权力金钱又算得了什么 虽然陈情乐是个恋爱脑 可他也不是吃素的 他警告许然 他这个人有心理洁癖 自己碰过的东西不喜欢让别人碰 哪怕一根头发丝都不行 许正情作恶多端 他的孽债和恶果一定会报应在你的头上 你是躲不掉的 不过你也别怕 我们都不会有好下场 死后下地狱有他陪着 也不会孤单 他对许然的喜欢再也无法克制 经过一场大战之后 许然也没有了刚才的嚣张 陈情乐再次向许然道歉 那件事虽然不是他做的 但也推卸不了责任 如果许然向许正情告状 千刀万剐他也认了 但他还是要提醒许然 真把他逼急了 大家一块玩玩 他说出了喜欢许然的事实 无论许然做过什么事 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都喜欢得要命 这话让许然震惊 他从未听陈情乐说过喜欢他 一直以来他都以为 这是陈情乐想要得到权利的手 陈情乐苦笑 可你也从未承认过 你一直都在骗我 他的喜欢又让许然多了些筹码 他又开始叫嚣了 你想留在我身边 就得向我证明你的价值 陈情乐毫不犹豫地说 加上这条命 我有的都给你 许然不明白 陈情乐为什么对他这么好 陈情乐直截了当 我是个俗人 少爷这处身香 可比金钱和权利更让我调米 说着说着就有了想法 那你可听说过 色字头上一把刀 接着许然拿出一把匕首 抵在了陈情乐的脖子上 陈情乐蜿蜒眼的蠢 陆家是首富 却处处被许正情压一头 陆老板早就对许正情不满已久了 你个笨蛋 以为那个陆潇有多单纯 还有沈家那对夫妻 海若林可不是个好惹的女人 相信再过不久 就有一场好戏看 明天是你以继承人的身份 接替工会会出的日子 那之后 才是你噩梦的开始 许然不明白他想表达什么 陈情乐亲了亲他的额头 你都不过那帮虎视眈眈的柴狼 上位之后 我来做你的狗 许然心里美滋滋的 不过话说回来 作为交换 他想知道陈情乐要什么 陆潇对他还有用 他不能辞了他 陈情乐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得到许然 我要你跟我并婚 不要求真实的婚姻关系 但你得向所有人公开 证明你是我的 这也正是许然想要的结果 因为他也同样想把 陈情乐永远留在身边 最后两人达成了协议 许然主动向陈情乐 送上了他的香脸 原来这场游戏里 叔叔才是那个傻白甜 小白兔被叔叔啃得满身是伤 经过一碗的激战 两人算是和好了 虽然吃得很好 但他也是要面子的 明天还有个记者会 这下可怎么见人 陈情乐认为年轻人热血气盛 不是很正常吗 再说像少爷明这样的 富家公子哥 谁还没点花边新闻呢 许然怒了 我看你就是想让我明天 当众出丑 才故意留下这些痕迹的 如今误会算是解除了 不过戏也要做足 他要陈情乐等他走了再离开 不能让徐斌看到 他们大半夜的私下见面 订婚的时候 他得找机会跟爷爷说一声 陈情乐有点担心 许正勤如果不同意 许然觉得爷爷最疼他了 怎么会不同意 二叔迟迟不肯结婚 家里就剩他一个小辈 虽然爷爷也很想抱曾孙 但他从来没要求过 他生个孩子传宗接代啥的 而且他认为 人活着就是为了开心 大不了等他死了家产都捐出去 陈情乐说他小小年纪 谈什么死不死的 也不嫌晦气 接着他拿出一只手表 戴在了许然的手上 这是我两周前就准备好的 只是那天早上 没来得及送出去 许然一脸的开心 我也给你个回礼吧 你先闭上眼睛 陈情乐闭上双眼一脸的期待 许然对着陈情乐的脑门 谈了一下 让你今晚欺负我 这礼物少爷我勉强收下了 把我弄得这么疼 没跟你计较你就偷着乐吧 说完许然就离开了 陈情乐揉着脑门一脸的满足 此时的徐斌正在车里等着许然 有个来自大姐的人 给他发了条短信 看上去是在关心徐斌 实则是想打听八合会的动静 徐斌正准备回府 大老板年老体落打算退休 明天上午召开记者会 小老板正式上位 但看到许然的到来 他立马改了内容 一切都好 没什么特别的 一上车的许然立马困意缠身 不一会就睡着了 看着熟睡的许然 徐斌一脸的行为 回到家的许然 像是做了亏心事 他捏手捏脚的向自己的房间奔去 谁知被爷爷和叔叔逮个现行 许正勤向他交代了几句 明天我安排了一场酒宴 邀请了个大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过来 到时候不管他们会问些什么问题 你只要含混不清的糊弄过去就好 记住两点 热情礼貌 但一问三不知 许晗川翻看着邀请资料 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他有些不急 你怎么邀请那个李博文啊 他和我们许家非敌非友 也没有生意往来 何必跟他扯上关系 许然觉得博文叔叔人挺好的 他之前还带我一起去看画展呢 许晗川将资料丢到了一旁 然后叹了口气 他和大哥是同窗好友 大学时代偷偷暗恋嫂子 后来哥哥恋爱结婚 李博文就自动退出祝福他们了 李博文不是本地人 主要的生意也不在京城 但他这些年一直定居于此 逢年过节才偶尔回趟老家 他的话让许然震惊 也许博文叔叔是对妈妈还有留恋 所以选择留在这里怀恋他 许正晴一眼就发现了许然手上的手表 于是忍不住多问了几句 我记得你一向不喜欢纯黑色 说是颜色沉闷显的老气 这表的款式也不像你平日里喜欢的风格 是陈晴月送的吧 许然有些不好意思了 他立马挡住了手腕 我上一个手表刚好坏了吗 就将就用着了 说着说着就慌张地准备离开 没什么事我就回屋休息了 你们也赶快歇息 熬夜对身体不好 原来早在许然很小的时候 爷爷就有意将他托付给了陈晴月 只是随着他势力的扩大 对权力的渴望 他开始慢慢地迷失了自我 在得知许然回国的消息 他竟然做出了绑架许然的准势 因为他的冲动 导致后来发生了一系列不必要的麻烦 许然继承会长的消息很快传出 各大记者争先恐后地来到现场 他们想通过一些问题 从许然那里得知一些内幕 还好许然有许正勤的叮嘱 无论记者想知道什么 许然都是一问三不知 眼看着现场就要失控 好在陈晴月赶到的吉时 他一把将许然护在怀里 不好意思各位 我家少爷刚回国不久 对于工会内部的事物都不怎么清楚 打发了记者 他开始数落起了许然 这么重要的日子都敢迟到 少爷您还真是一点也不把正式放在心上 许然极力狡辩 路上发生了一些意外 两人亲密的画面全都被记者记录了下来 陈晴月把许然带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他的目光集中在了许然的手腕上 为什么没带我送你的内幕 怕我在里面加监控病人 许然解释 当然不是 你怎么会这么想 那款手表感觉太稳重 戴着不舒服 也不适合我 其实是被他当作宝物收藏了起来 只是傲娇不愿承认 陈晴月有些失落 所以你不喜欢 许然感觉到了他的失落 他摘下陈晴月的眼睛 语气有些调侃 喜欢的不一定合适 送礼物的意义不就是希望对方开心吗 我已经很开心了 他将眼睛戴在了自己的脸上 陈叔叔你知道不知道 每次你戴着眼睛看人的时候 都特别的性感 陈晴月很是淡定 以前怎么没看出来 少爷还有这批号 因为是从遇见你才开始喜欢的吗 正当两人还在打情骂俏的你一句我一句是 许晗川走了过来 然然来了怎么不早说 你爷爷还四处找你了 今天是许正晴对外公布许然正式为会长的日子 他还专门请了个大记者媒体共同见证 因此召开了计程发布会 八合会成立至今已经整整40年 会长劳心劳力数十载 他老人家也累了眷恶 未来终究是属于新一代年轻人 许正晴会长如今成功身退 也算是留给小辈们发挥的空间 许晗川作为发言员 他希望针对本次会议 有什么疑问大家都可以提出来 由会长一一解答 当然疑惑的人有很多 有个记者当众提出来质疑 许家少爷今年也不过刚满20周岁 资历和经验都无法与其他成员相聘 为何会长如此心急 难道是害怕一心之人寄予 而且八合会有那么多的老董事 怎么确定他们能心甘情愿地服从一个年轻人的管理 许正晴毫不避讳地回应 记得他刚加入八合会的时候 是在沈老先生的手底下做事 他是德才兼备的大善人 但却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 所以后来他狼狈下台 我顺势上位 公会从此改名一行 成了我许家的囊中之物 我一直坚信能者居上这个道理 也在努力教育小然如何做一个合格的领导者 假如他真的难当大任导致公会被抢 那也只能说大势所居天意如此 没了八合会我们许家照样养得起 我和韩川百年之后 他也不愁吃穿 没必要为了那一点点利益真的头破血流 让他接任我的位置 无非是想考察他的能力 更何况几位理事长都曾是我一手栽培 才有了今天的帝位 这么多年的勤奋连狗都知道忠心雇主和报恩 他们又怎么会恩将仇报反摇我一口 这些话让陈晴月想起了曾经许正晴对他说过的话 那时的他很不理解 像他这种身份卑贱的人 而且对会长没有半点利用价值 为何会长还要坚持让他入会 难道仅仅是为了报答他替会长挡刀的恩情吗 会长却说 我很欣赏你的胆量 也知道你渴望摆脱贫困潦倒的窘境 在京城 只要我一句话就能让你越龙门成为人上门 而你只需要明白一点忠心为许家做事 我绝不会亏待你 陈晴月还是不太明白 如果我想要更多呢 许正晴很有耐心 你应该也听说过 我有个孙子还在外面 尚且年幼 京城这地方多太平 我打算等他成年之后再让他回来继承家念 假如你能够向我证明自己的价值 并且愿意替我照顾他 将来整个工会一人之下你说了算 如此大的诱惑 陈晴月心动了 您希望我怎么做 许正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许元 我家然然没经历过风浪 更不懂人心心 就怕他成年之后还是那么调皮倒战 所以我需要一个足够心狠 且信得过的人带我照顾他 最后他还是没有太大的把握 罢了你应该也做不到 在忠心耿耿地下手 一旦有了家庭就有了私心 陈晴月表示他可以 他这人一无所有 对男女之间的情爱根本不敢兴趣 您是一手提拔我的伯乐 我愿意替许家当牛做马 为小少爷誓死尽忠 他向会长发誓 他这辈子都不会娶弃生子 倘若他将来被信弃 伤害小少爷一丝一吼 就让他死无全尸 他的做法让许正晴看到了忠心 最后还把地下城交给了陈晴月官 直到现在陈晴月才明白 原来许正晴早就将二把手的位置 和全力交给他 倘若许然回国那晚他没有绑架他 没牵扯出那么一大堆的麻烦时 或许许然跟他会先愉快地相识 然后打得闹闹 日久生情罢 他非常后悔当初的愚蠢行为 到头来还是栽在了许然的身上 就在会议快要结束时 有人提出想把许然介绍给自己的表辈 许正晴没有拒绝 而是微笑地说出 不出意外的话 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 然然他喜欢男人 尤其是身强力壮 喜欢运动还特别听他话的男人 这样的发言直接让许然射死 我们家比较传统 高孙旭不重视身家背景 若是有谁家事宜婚配的公子少爷 对然然有意思 倒是可以考虑先见个面 此消息一放出 所有记者全都奔向了许然 叔叔真是不拿我们当外人 这就开始投胃上了 吃饱的许然竟还不开心了 不知是有意还是考虑 许正晴竟当众公开许然喜欢男人的事 此消息一放出 各大媒体立马将许然紧紧包围 陈晴月坐不住了 拉着许然就逃离了现场 还将她塞进了车里 她的粗鲁让许然以为她又生气了 陈晴月虽然心里不舒服 但还不至于生气 毕竟许正晴已将会长之位传给了许然 以后八合会就是许然说了算 许然知道她在意什么 爷爷就是随口一提 结了婚麻烦多 还有被骗家产的风险 所以爷爷才舍不得让我烫浑水 陈晴月脸色阴沉 所以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她们 咱俩并婚的事情 许然觉得毕竟是人生大事嘛 总归要正视一点 我会找个合适的机会跟爷爷提 对于这件事上 显然陈晴月的耐心不是很好 她威胁许然 你最好不是在淌三王 否则 许然有些怒了 否则什么 难不成你还想把我绑起来欺负 陈晴月也很无奈 可她就这一个诉求 口说无凭 您总不能让我一直空等吧 哪怕是做生一千合同也有最终气息 这个月底之前 你必须给我一个准备 许然无奈只好答应 那就月底 陈晴月这才有些笑容 并婚宴的请柬 你得亲自给路肖送去 而且要当着我的面 许然答应了她所有的要求 就在许然准备下车的时候 陈晴月阻止了她 下一秒直接扛上去 她要许然记住 许然是她一个人的 两人先是换了身衣服 又去了电影院 此时的许然正一个人玩着手机 她的帅气吸引了一位美女的助女 美女竟还想找她要联系方式 正当她想拒绝的时候 陈晴月抱着一桶暴露花向她走来 请问能给我你的联系方式吗 交个朋友 我觉得我挺喜欢你的 你可以做我的男朋友吗 她的演技让许然无语 不过她还是很配合的答应 接着就挽起了她的胳膊 两人的迷之操作可惊呆了美女 陈晴月打句道 如果我刚才跟你求婚 你也答应吗 许然也打句的回应 会啊 不过逢场作戏和假戏真做是两码事 该配合你的演出 我会好好演 你呢 就努力替我打工 让我看到你的价值 陈晴月撇了太眼 没有再说什么 她心里清楚 要不是因为她多此一句 许正晴应该很亲人她 她跟许然的发展也不至于此 从刚才到静女院 陈晴月都没再说一句话 许然以为肯定是刚才自己哪里说错话 而且是她提出的约会 现在又装高冷不理 算怎么回事吗 许然憋了一肚子的苦水 直到电影结束陈晴月才说一句 不早了 我送你回家 一路上两人还是没说话 这样的反常许然很不自在 最终她还是忍不住的先开口 其实我也可以不回家的 你是不是生我气啊 陈晴月面无表情 没有都是我自愿的 我活该 许然让她停车 陈晴月没有听 还说马上就到了 许然忍无可忍 我让你停车 最后在她的大声嘶吼下 车子来了个急刹车 许然迫不及待的向陈晴月送上香 陈叔叔我有点冷 你抱紧我好不好 接着她像是变了一个人 她命令陈晴月满足她所有的要求 如此聊拨 陈晴月哪里还受得了 不过少爷 这可是你自己惹出来的 要怎么解决才好 既然你的身体不方便 不如就用别的方式帮帮我吧 这下真不知该羡慕什么 少爷 你有没有发现 今晚的夜色很美 真是得了便宜又卖过来 许然直接让她滚 满足的陈晴月一连的卖子 今天是许然正式上位的第一次会议 没想到刚提出一案 就遭到二叔的反对 许晗川认为重建地下城不是儿戏 许然简直就是胡闹 这件事必须要让他爷爷知道 可许然认为现在他是会者 他有权利做出任何决定 而且爷爷也说了 他的话就是爷爷的意思 两人因为这件事真的面红耳饰 陈晴月很支持许然 那地方建立几十年了 各种设备材料都渐渐老化 人流密集早晚会出现问题 都说新时代新气象 不如趁此机会大肆休整一番 一向不爱说话的陆霄却也开口了 如今是科技为人服务的社会 地下城却始终保留着上世纪的建筑风格 深埋地下中年不见阳光 其实重建也是好事 可无论他们怎么说 许晗川的态度依旧很坚决 他让许然不要胡闹 这件事等和你爷爷商量后再说 许然说他没闹 许晗川认为许然就是 拿他们许家的基业开玩笑 除非他死了 否则许然休想这样干 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 许然没想到一向最疼他的二叔 却在这个时候给他乱看 最终没有达成共识不欢而散 陈晴月安慰着许然 然然你也知道了 许二爷这人不喜欢冒险 他只是怕你惹出大火引火烧身 不是真的小熊 陆霄也开始旁敲侧击 他居然看都不看一眼 就全盘否定你 如果换作许老先生 哪怕然然你把天上头都哭了 老爷子也会帮你摆平 他的话有些针对 许然无法再平静 最后以上厕所的理由离开了 许然走后 陈晴月怒斥着陆霄 信陆的你非得多说一嘴 让他难过吗 陆霄没觉得他说的不对 我比谁都希望然然过得快 但事实就是这样 旁人都夸赞许二爷 对然然视如己出 所以我才觉得奇怪 他真的有关心过然然吗 还是许正晴和公众面前做做样子 他的话竟让陈晴月无言以为 回到家后 许然就开始不舒服 吃饭时连打好几个喷 许正晴有些不放心 他摸了摸许然的额头 都这么烫 今天别去上班了 在家里休息两天 爷爷陪你 有什么事让你二叔去办 吃完饭回屋躺着 等退了烧再出门 最后在许正晴的坚持下 许然只好乖乖地回了屋 两人刚进屋 阿姨就领了个客人过来 这位夫人说自己是老爷的旧人 今天特地来拜访 女人瞻下眼睛 一副很熟的模样 许二爷好久不见 许寒川微笑回应 沈夫人远道而来 实在是有试远 家父身体不太好 有什么事跟我说也是一样 女人开门见山 你做得了主吗 许正晴七老八十了还硬撑着 宁愿将家业交给那个毛头小子 也不肯让你总揽大局 二爷 您这个儿子当得真不合格 他的话并没有拨动许寒川的情绪 经商本就不是我的爱好 和大哥大嫂相比我确实很差劲 倒是沈夫人您 离开京城的时候一无所有 十几年的时间就在 是东然在起撑起一片天 属实让我佩服 女人一脸平静 客套画面了 俗气 姐姐我没那么多时间浪费 喊你憋出来 还有你家那个小野主 许寒川一脸严肃 然然比较怕生 可您应该没什么话题 还有他不是野主 请沈夫人注意措辞 阿姨将女人的话带给了许正晴 许正晴直接以没空的理由给打了 许然说 爷爷您先忙吧 我躺一会就好了 现在的许正晴眼里只有他的宝贝孙子 哪里有空搭理别人 许然见这么好的机会 直接说出了他想结婚的念头 许正晴很是好奇 说说看哪家的少爷 许然说他出身不好 性格也坏 还老是欺负我 但有时候还挺听话的 我不喜欢搞什么门当户对 也不想这儿八经的谈恋爱 其实差不多合得来就行了 许正晴并没有反对 要是然然真心喜欢的话 爷爷当然会答应的 许然嘴硬 我才不是喜欢吗 就是比较合得来而已 他都那么大 我是嫩草 许正晴说年纪不是问题 人才是 许然有些担心 那要是他以后腻了我 不肯听我话了怎么办 许正晴却说不听话 就打到他听话为止 将来他若是敢欺负 看我不卸他一条胳膊 想跑就把他腿打断 我不稀罕啊 随他是死是活咱也不 许然有些不好意思 逆咕噜的钻进了被窝 爷爷那我可以月底订婚吗 许正晴没想到他会这么急 陈叔叔怕自己老了没人要 所以急着让我给他的名分吧 许正晴点点头已是同意 既然选了 可别后悔啊 你领一条疯狗进门 这条狗可是会死缠你一辈子 许然说他不怕 许正晴欣慰地揉了揉许然的脑袋 爷爷相信然然以后一定会幸福 原来二叔不婚主义 都是因为他没有生命名义 大哥大嫂在车祸中丧失生命 眼看着许家就要绝后 然而许晗川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也正是因为这个决定 许然才被海若林无休止地纠缠 在他的眼里许然就是野主 如今孩子也有28岁了 许晗川一脸淡定 对六月底出生 比宁家那位不幸去世的男婴要小大半个人 海若林觉得真是太讽刺了 那小子出生之时 他儿子刚好在同一天丧了命 甚至连尸体都没找到 你说这算不算是那个孽种 抢了我儿子的气 许晗川安慰着他 人格有命 沈夫人看看些吧 说这些安慰的话 其实许晗川是没有底气的 因为当年在大哥大嫂被送去医院的时候 医生就告诉他 由于车祸过程中的剧烈撞击 孕妇送上手术台前肚子里的胎儿 就已经失去了心跳 这个消息许晗川是没法接受的 他拼了命的求医生能不能想想办法 可无论他怎么不愿相信 事实就摆在面前 可他又没有生育能力 而唯一的希望就是孩子 他不知该怎么办了 就在他陷入绝望时 有个护士走到他的面前 先生 半小时前您跟着搜救队送来的那个孩子 已经脱离危险 请问您是他的家属吗 正当他准备回答不是事 一个大胆的念头也在脑子里产生 他告诉护士 我是他叔叔 他的爸妈都死在了车祸中 他在哪 情况怎么样 护士告诉他 孩子虽然脱离了危险 但因为身体太过虚弱 心脏出现了些问题 目前需要待在御婴箱里观察一种 接受进一步的体检 许晗川又咨询护士 能不能让孩子在医院多待几个月 哥嫂他们都出了意外 如果他们的孩子再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父亲一定会接受不了他 护士也很负责 所有的检查我们都做 给他最好的疗养环境 我只要他身体健康好好活着 交代完这些 他又在孩子的资料上 签下许晗的名字 如今面对海洛林 他是心虚的 他要让这个命令永远生意 如果被老爷子发现 许晗是别人家的主 到时他遭受的打击 一定比这女人还要痛 可海洛林却把一切的仇恨 全都算在了许正勤的头上 他一直认为 沈家的败落都是因为许正勤 如果当年不是他公共女郎入世 沈家又怎会分崩离析 如今许家的光鲜亮眼 其中有一多半 都是从别人家那里 瞧取豪躲强 我倒要看看 你们祖孙三代能笑到什么时候 本来还想着和许会长好好聊聊 现在老娘没心情了 许二爷 我父亲从小教我做人 要礼尚往来 有仇一定要报 而且要十倍百倍的还回去 你家侄子养得白白嫩嫩 太适合去地下跟我儿子作伴 他的话无故警告着许晗川 他要对许然下手 许晗川怒了 他指着海洛林 别以为我许家叛逆 大不了我们玉石巨坟同归于尽 如果你敢伤害他一分一毫 将来最后悔的一定是你 而这边的许然 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陈晴月打电话 电话一接通 他就开始训斥 好你个陈晴月 我生病了你就发几条 不通不扬的短信 趁我不再扭头 就跑去哪里鬼混了事了 那边的陈晴月极力狡辩 少爷我这是在忙活正式 听许晗川说你今天早上发低烧 所以没上班 现在怎么样 身体好些了吗 周围的吵闹 许然也听出来了 原来就在两个小时前 海若林带着一帮人 直接来到了地下场 摆出一副砸场子的气势 却又自顾自挽起了牌 因为不放心 所以陈晴月就跑了过来 许然大概也猜出来了 那女人突然重回京城 就是冲着他们许家来的 陈晴月直接否定 她是冲你来的 从一开始海若林 就指名道姓 要找这里的总负责人 还扬言如果你不出现 她就一直在这耗着 许然一点都不畏惧 赶来我们的地盘 即使动手我也不带怕的 陈晴月还是很担心许然的身体 她让许然先在家里 好好休养身体 人都找上门了 许然自然不会不管 海若林不就是想和我见面吗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失误 不如坦坦荡荡地跟她聊一聊 陈晴月还是有些不放心 你该担心的是你自己 其他的有我在 虽然海若林带着几十名保镖 来者不善 但我们八合会也不是赤所谱 要是到时候真打起来 对付他们绰绰有语 这话让许然忍不住地调谈 那为什么你还不放心让我去找你 陈晴月有些心疼了 不怕万一就怕一万 今天外头气温低 大老远跑过来免不得要催冷 瞧你嗓子都哑了 乖乖床上躺着去 别四处乱闹 越是不让他去 他就越起劲 陈叔叔 我想你了 小少爷一见心上人 立马将他抱住 嘴上还不停地撒叫 叔叔有没有想我 两人的腻歪让一旁的女人有 原来陈先生愿意 卑躬屈膝当许家的狗 是为了这个人吗 不过也难怪 徐小少爷长得漂亮 确实是挺招人稀罕的 许然揣着明白装糊涂 嘴上像抹了蜜一样 漂亮姐姐 你是来这玩的吗 天言蜜语把海洛林整不会了 真是没大没小 连个被分都分不清 你应该叫我沈夫人 许然接着装 我知道你明白 上次不是给过我明天吗 这种棉花糖色的回应 让海洛林愤怒 你是真不清楚我是谁 还是在跟我装傻充了 许然装出害怕的模样 他紧紧地抱住陈清月 你不是我爷爷的合作伙伴吗 TC集团的首席执行官 我记得呀 他看向陈清月 陈叔叔 他怎么这么凶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陈清月配合着他 少爷 刚刚我确实和沈夫人闹了点 不过和你没关系 不如您去休息室歇会儿 我很快就带你离开 海洛林急了 这么多年 你爷爷和二叔就从未提起过我的迷惯 许然一脸的无辜 没有啊 我又不参合家里的声音 也是回国后爷爷才介绍 他的老朋友给我认识 爷爷说我当了会长 就能光说话不干我 轻松自在 我才答应他做会长呢 不然谁要这苦差事 家里有钱我干嘛要工作 他的表现完全超出了海洛林的预想 他没想到这个少爷 居然是个有手好闲的废物 他让许然坐下陪他玩两把 谁知许然却说他不会 不过麻将倒是会玩一点点 只是现在他们三人还凑不起一拙 许然本想随便叫个保镖凑合 可海洛林却认为他们都是鱼木脑袋 没啥意思 许然拿起手机找了一圈 最后还是决定李博文最合适 他立马拨通了电话 刚好李博文也在地下城 陈清月有些不理解 他问许然 李博文平常独来独往 和你二叔爷爷都不对 反倒是对你很关心 不觉得奇怪吗 许然说 博文叔叔年轻时喜欢他妈妈 所以才连带着关爱他 这有什么奇怪的 陈清月有些不高兴了 许然却说他小心点 博文叔叔的年纪都可以当他爹了 就算他喜欢年纪大的 那起码也得像陈叔叔你这么帅迷人了 更何况人家也不喜欢他 他忍不住的好奇 你俩什么时候好上的 谁追的是你 许然大方的笑了 我喜欢陈叔叔 所以是我追的他 为了把他搞到手 我可是费了大力气 一哭二闹三上调 他就被我拿下了 海若林不可思议的看向陈清月 你喜欢这样的 陈清月有些不好意思了 他很好 海若林倒吃起了瓜 你们还真是挺般配的 你妈妈应该很漂亮吧 许然笑得很开心 脸蛋也有些微红 他很美 不过姐姐 你跟我妈妈长得一样好看 要是他还活着就好了 我真的很想他 他的话又让海若林想起了他儿子 他有些伤感 如果没有二十年前那场意外 他儿子就不会死 他也很想念儿子 他一个人待在地下 想必会很寂寞很孤独 陈清月安慰着他 世上有几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 沈夫人对自己儿子的意外夭折耿耿无法 想要讨个公道无可厚非 但俗话说得好 冤有头债有主 或不及后人 您的孩子是快报 别人家的孩子同样是跑在手心里 竹着长大 将仇恨追加在一个无辜的年轻人身上 就算报复成功了 您真的会感到畅快安心吗 许然接过话茬 小时候爷爷跟我说 他做了太多坏事害的我失去了爸妈 因为积累了太多仇家 我连上个穴都会遇到危险 不是被绑走 就是被丢到水里差点被淹死 后来爷爷忍痛将我送出国 拜托一位老友照顾我 我才能安安稳稳地活到今天 那次的绑架至今都没线索 他一直怀疑是海若林 正好借此机会试探一下他的 海若林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他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气氛突然就冷了下来 小少爷又要遭殃了 因为他输在兴奋 四缺一的麻将终于凑起了 见到李伯文 许然开心极了 怎么说李伯文和海若林也算老相识了 一见面就相互寒暄了起来 几人还算和谐 完了几把之后 许然就有些饿了 陈叔叔 待会咱们去哪吃饭了 陈青月问他想吃什么 中餐还是西餐 许然说 只要不吃那个鱼子酱都行 那个味道很奇怪 谁知两人想到一块去了 陈青月说他也不喜欢 总觉得有股怪怪的心味 许然问海若林平常喝胡萝卜芝麻 海若林说他过敏 许然说他也是 小时候他喝过一次 直接全身起疹住院去 他还讨厌香菜 好像那种臭屁虫的味道 这辈子他都不要再尝试了 海若林笑了 没想到你跟我还挺像的 或许是缘分吧 他站起身来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改日有机会再和许少爷继续 许然本想送一送海若林 但被海若林阻止 他揉了揉许然的脸蛋 以后要叫阿姨 也想着占倍增便宜 听到了吗 海若林走后 许然就迫不及待地 挽住了陈青月的哥们 李叔 那我们也走了呀 待会还要约会呢 李博文直接问两人 你们到哪过了 许然大方地介绍 他我未公司 他的介绍让陈青月意外 少爷 八字没一撇的事 不要乱宣传 毕竟老爷子那里 还没得个准仙 许然说 爷爷已经过许了 他那么疼我 就算我喜欢一条狗 他也会答应的 把老公比喻成狗 陈青月急了 当即就奖励了他两肛抱 许然又调侃起了李博文 我们打算月底订婚 李叔你也要来哦 你都单身四十多年了 到时候沾沾喜气 给你开个桃花月 这狗凉洒的李博文措手不及 随即也奖励了许然两肛抱 臭小子 管好你自己再说 我还有事先走了 改天见 陈青月笑了笑许然 许然捂着脑门不开心了 就这你还怀疑他对我有意思 你看他下手多恨 这块都红了 想想刚才许然的话 陈青月就有些激动 对着许然的脸上就香了两口 不如其来的糖让许然不知嘴 陈青月接着问他 少爷 我可以在这里抱你吗 许然也有些害羞 脸蛋红扑扑的 你怎么总是喜欢在奇奇怪怪的地方 是因为更兴奋吗 接着两人都有点兴奋 玩得也有点大 直接给玩到天黑了 看戏的都给熬趴下了 这回小少爷是一点精神都没有了 陈青月也只好将他给送回家 都到家门口了 却怎么都没把人给叫醒 陈青月感觉很不对劲 他摸了摸许然的脑袋 这回是真完大 直接给干发烧了 他也知道急了 这回可咋整啊 小少爷太好看怎么办 现在连他的保镖都给电击上 竟然还威胁到了他未婚夫的头上 原来徐斌还有着另外一个身份 二十年前海若林救下徐斌 又花费大量精力 才把他送进了巴赫会 目的就是替他监督许家的一举 谁知在和许然相处的这段时间 他对许然有了不该有的心思 明知陈青月是他的未婚夫 但他还是没忍住质问陈青月 对于许然 他究竟是完还是动了心思 陈青月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让他做好保镖的分内事 对于他俩的事情 最好不要管得太宽 可徐斌却说许然是他的雇主 而且作为他的朋友 他有保护好他的职责 被一个保镖这么警告 陈青月很是恼火 当即就对了过去 你也知道他是你的雇主 许正勤都没有意见 你又算哪根聪 这种关心明显超出了雇佣和朋友的关系 陈青月也不想再说太多 他奉劝了几句 他让徐斌最好见好就说 别自讨苦吃 他最看不起的就是 他这种把想心思 藏着掖着不甘味 又时刻担心自己喜欢的人 会被其他人抢走 还拐弯抹角破坏别人感情的家伙 看着床上熟睡的人 陈青月却有些感慨 然然 我丑话说在前头 如果陆萧和徐斌的存在威胁到了 我在你心中的位置 我可保不准会做出些什么事 其实也不能全怪你 谁让你长了张招风影蝶的脸 把人聊了还不负责任 徐斌他太自卑 没胆量说喜欢 可陆萧呢 他不仅自作聪明还是个废物 一样是个敢爱不敢言的人 说到这里 他的脸上挂着一丝恐笑 其实从十二年前 许正勤把我的名字 写进了八合会理事长名单里开始 我们就注定要纠缠了 许正勤把我捧到二把手的位置 教我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为了等你成年之后 让我辅佐你 成为你的一条狗 兜兜转转 他温柔地抚摸着许然的脸颊 许然紧锁眉头 在他微微动弹的同时 陈情月捏住了他的下巴 情不自禁地吻上去 这个吻太过热情 热情地让他感到窒息 被弄醒的许然很是恼火 他一脸不爽地看着陈情月 陈情月端着餐食走了过来 大半天没进餐饿坏了 要不吃点东西再睡 说着就开始了投胃 也不知道是太饿还是胃口好 许然连着吃了好几碗 就着还不满足 嘴里还在抱怨陈情月不会伺候人 陈情月很是佩婆 一脸宠溺地回应少爷教训的事 等他收拾好回到房间时 许然又开始了撒娇 他从身后紧紧地抱住了陈情月 还让他陪自己一起去西方 这副模样哪是叔叔这种年纪所能承受的 他一把抱起了许然 这可是你说的 待会可别说我欺负你 接下来就太精彩了 叔叔又欲新的情敌 关键这情敌还是爷爷亲自带给许然的 当着情敌的面 爷爷想方设法地为难陈情月 好在有许然霸气互服 明明他很喜欢陈情月 可就是嘴硬不愿承认 这下又因为昨晚睡觉 没被陈情月抱着而心慌 而陈情月却起了个大早 也没和许然打招呼 许然彻底坐不住了 他问陈情月周末起 那么早是要去哪 陈情月解释说 自己要去书房处理点工作 还让许然继续睡 许然以为陈情月是在跟他生气 就连昨晚睡觉也没抱着他睡 陈情月接着解释 我只是在思考 究竟多远的距离 对你来说才是最舒服的 一直以来 我好像把你逼得太紧 也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 昨晚你没有靠过来 应该是不喜欢我抱着 这话让许然开始内疚了起来 但转念一想 这一切难道不是陈情月他自愿的 现在怎么弄得好像自己很过分一样 许然坚决不承认他喜欢陈情月 爷爷只教过他如何不择手段的利用别人 爱一个人是盲目的 甚至会伤到自己 如果给他一个相互了解的机会 不是不可以 经过一番的自我攻略 他还是不放心地敲开了陈情月的房门 陈叔叔你累不累 我给你泡了茶 陈情月看都没看他一眼 只忙着手头上的工作 许然把茶水放在了陈情月的面前 然后用讨好的语气试探 我都端来了 你不喝点吧 陈情月还是一动不动 放着吧 我待会喝 还有什么事吗 他的语气让许然有些不开心 你这是急着赶我走吗 接着就开始不老实了 陈情月让他有事说事 他们之间不用藏着掖着 许然抱住了陈情月的脖子 坐在了他的身上 我太无聊了 想找你聊聊天 陈情月抚摸着许然的脸颊 然后解释自己没在意那么多 他让许然不用觉得有负担 畏畏缩缩并不像他 保持现状是最好的 而且他们月底就要订婚 他可不想因为一个小矛盾闹的 大家都不意外 况且他也不是那么的小心眼 许然觉得他就是小心眼 既想要钱 又想要地位 睡了人还妄想谈胆情 还说他贪心 陈情月承认自己的贪心 就在两人快要擦出火花的时候 许正晴打来了电话 原来是爷爷约了何勇伯伯去打球 顺便让许然见何勇的外甥 因为何勇的老婆病症 下个月要手术 所以推荐自己外甥来暂时替他接班 听到这话的陈情月又不淡定 连忙问许然他外甥多大 长得怎么样 是不是单身 喜欢男的还是女的 一连串的问题让许然感到头大 如果不放心就跟我一起去 再说人家也只是暂时带班而已 他怎么样跟我俩也没关系 很快两人就来到了高尔夫球场 许正晴热情的向许然介绍旁边的男人 这位就是何勇伯伯的外甥严爵 他大概会在八合会待上两个月 有空你们可以交流交流 他的介绍并没有得到许然的请来 而且被他转移了话题 今晚陈叔叔有点事想跟您谈 要不晚上我们一起吃个饭 许正晴当即就被拒绝了 还说今晚他约了人 被拒绝的许然很不甘心 他拉住许正晴的手势图网 陈情月明白他现在的处境 也看得懂许正晴的态度 他很时去的退让 严爵好像也看出了端倪 难得认识新朋友 互相打个招呼吧 许少爷 出来乍到请多多关照 说着说着就把手伸了出去 我记得你 年仅二十岁就登上了工会会成的位置 真的很厉害 今日一见 您本人比网上的照片还要漂亮 接着捧着许然的手就吻了上去 有您这么优秀的继承人 相信许老板一定很骄傲吧 今后一段时间可能要韬嚷一方 还希望您多加指导 许然赶紧将手抽了出来 他的热情让许然感到不适 看到这一幕的陈晴越比吃了块肥肉还要难受 路向那边还没放完 这边又来一个 他立马挡在许然的跟前 然后向严爵介绍了自己 还说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他 然而这一幕却引起了许正晴的不满 他拉扯着脸 先别聊了 你们去换衣服 待会儿到这边场地来集合 求一个接一个的飞出 捡求的工作人员累得气喘吁吁 路过许正晴的身边时 却被他给叫了 他笑领 都来回跑了两趟 以歇会 然后黑着脸让陈晴越去解 听到这话的许然立马来讨好许正晴 他一边劝着爷爷 一边帮他擦着汗水 爷爷 陈叔叔今天是来陪我玩的 你别这样为男人 可许正晴压根不领情 还挖苦起了陈晴越 连一点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 是在高位做得久吗 忘了自己的出身 别人能当正经职业感 他就不能了 没进八合会的时候 比这更屈辱的事不都熬过来了吗 一向霸道的叔叔 怎么都没想到自己 还有被人欺负的一天 表面上许正晴很是支持他与许然的婚姻 可实际却早已对他怀恨在心 这回又趁着打球的机会 在外人面前对他各种刁难 还故意把球打在他的脸上 尽管他知道许正晴不安好心 但为了以后能跟许然过上舒坦日子 他还是选择忍气吞声 一场球打完 陈晴越的脸上全是瘀青 看着满脸伤痕的他 许然心疼坏了 可即便是这样 许正晴也没有放过 还让他今晚必须穿着正装 出席家庭聚会 眼看时间就要到了 而且这一身狼狈怎么都不合适 许然让他直接跟他回去 顺便洗个澡再换身衣服 陈晴越觉得这么登门拜访 是不是应该带些礼物 许然让他不用在意 毕竟都是老熟人了 而且爷爷和二叔也不喜欢 这种互相送礼的做作感性 刚出狱的陈晴越性感极了 特别是他那一身剑子肉 看着许然挪不开眼 他有些好奇 陈叔叔 你经常健身吗 陈晴越说他偶尔会去几趟健身房 不过那地方很无聊 没什么意思 文言的许然有些激动 他立马拍着胸脯向陈晴越表示 你觉得我练点肌肉怎么样 而且平时我也挺喜欢运动 就是外表看起来若不经风 陈晴越却认为他这样刚刚好 就是瘦了点 再说运动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 其实在哪里都能干 这话听着多少有点污 气得许然一把将衣服 摔在了陈晴越的脸上 不过话说回来 对于今天爷爷的做法 他感到非常的抱歉 他问陈晴越还疼不疼 心里肯定很不爽吧 换做是他也会生气 有他这句话 陈晴越瞬间感觉 所有的委屈都值得 一点点皮外伤 换来老头的成全 一点都不亏 许然有些不理解 被当众侮辱了都不介意 陈叔叔就这么喜欢我 陈晴越情不自禁地 吻上了许然 然后说了句喜欢 突然被聊 许然反倒有些不好意思 脸蛋也红酷酷的 陈晴越很认真地问许然 订婚之后 他有没有转正的机会 许然傲娇地回了句想了美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 就在两人去聚餐的路上 陆霄打来了电话 原来是他要在 KG美术馆办画展 想让许然去参加 而且今晚详请许然吃饭 问他有没有时间 许然当即就给拒绝了 还说明天再去找他 两人的对话 全被陈晴越听了进去 表面上根根没是人一样 实际上心里骂惨了陆霄 挂断电话 许然就问陈晴越 有没有兴趣和他一起去看画展 大概会在年底 就是不知道陈叔叔那时候忙不忙地过来 而且他感觉陈叔叔可能会不太适应那种安静的地方 陈晴越怎么可能给他和陆霄单独相处的机会 尤其是那种有着共同爱好的地方 他立马答应了下来 还说就当开拓眼界了 只要少爷喜欢 即便到时候再忙也都会陪着 很快两人就来到了爷爷的住处 管家说老爷现在还没回来 只有二爷在家 他也是刚下班 一进门就怒气冲冲地回房间待着了 许然认为一定是爷爷有事担当 他又向管家安排了几句 就带着陈晴越进了家门 谁知刚一进去就听到二叔撕心裂肺的吼得下手 还听到了他无法接受的内容 这也是他第一次见这么暴躁的二叔 让他很是惶恐 许晗川英手下没拦住许然和海若林见面而大发雷霆 接着还放出狂言 如果再遇见海若林就直接硬碰硬打人家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让他有来无回 他害怕海若林和许然接触 他要那个命令永远不被人发现 这些恶毒的语言刚好被门外的许然听到 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些话出自二叔之口 许然知道自己出生的地方是灰色地带 但爷爷和二叔一直以来都对他很好 还教会他如何辨别是非善为 但爷爷二十年前抢了沈家的财富 还把工会占为基友 这都是事实 最后他没了爸妈 海若林的公公和儿子也因此丧命 其实说起来 都是爷爷的贪婪害惨了所有人 许然越想越觉得惨愧 好在有陈晴越的开导 他让许然不要多想 徐正晴惹出来的货他自己会处理干净 他只要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安安心心地做他的继承人就可以了 假如真到了鱼死网破的那天 所有的脏活累活都由他来做 说着说着就开始不正经了 他深情地看着许然 我们会长这双漂亮的手可不是用来拿刀的 下午在球场玩了那么久 身上灰扑扑的 要不要在吃饭前泡个热水早放松一下 接着就把许然往浴室里吧 许然明白他的意图 慌忙解释自己没拿换血的意图 惊虫上导的陈晴越 已无法控制地想做出点什么 他不顾许然的反抗一把将其扛起 然后将他扔进浴缸就是一顿输出 现在的他已将他全部的爱都给了许然 虽然不清楚许然对他到底是什么感情 但只要一想到 假如有一天许然将他抛弃又寻他人 那种极度恐怕他会发疯 尤其是看到许然和别的男人在一起聊天的画面 他就会感到极度恐慌 他越发地感觉这种患得患失的性格根根不像自己 可是怎么办呢 这一番表述让许然有些愧疚 他也向陈晴越保证 不会有那么一天 也让陈晴越放心 他不会去糟蹋别人 他就喜欢糟蹋叔叔 帮许然洗好了走 陈晴越又开始给他吹头发 可他自己也跟个落汤鸡一样 许然让他把衣服换掉 陈晴越有些无奈 恐怕要麻烦你去向许晗穿戒身衣服 许然说不用 还说他二叔不仅瘦还没陈晴越高 他的衣服根本不合适 说着说着就拉开了衣柜 里面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西装 看着满满衣柜子的服装 陈晴越有些惊呆 许然从里面随便掏出一件地点的陈晴越 还说都是按照他的尺寸定制的 陈晴越还是没有回过神来 愣愣地看着许然 许然被他看得有些不知所措 干嘛这么看我 人都有点小爱好 收集几件西装咋了 换好衣服的陈晴越还是有些好奇 是单给我一个人准备的 还是其他人都有 这股酸味直接逗落了许然 他没有解释 只说他酸味太大 他让陈晴越赶紧整理好去餐厅吃饭 出门之前说了句 我的房间不会有其他人 原来这一切都是路加速的 这让陈晴越很深恼 没想到这对父子手段真是了毒 老东西做坏事嫁祸于他 儿子又处心积虑跟他抢的 真拿他当冤大头了 可他陈晴越又怎会是好惹的人 有了这些证据 他要把账一笔一笔地算回来 许然和陈晴越一起到李博文家送西铁 没想到遇到了海若林 许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于是就送给了海若林一张 陈晴越觉得许然一定是疯了 你就不怕到时候这女人跟你爷爷和二叔打起来 许然不以为然 怕什么 陈叔叔打架不是很厉害吗 真要打起来不是还有你保护我 拿着琴铁的海若林很是恍惚 我们不过见几次面而已 非敌非友为什么要请我 许然也解释不上来 他总觉得海若林特别亲情 反正他给都给了 要是不想来扔掉好了 送完琴铁两人就离开了 海若林觉得许正晴这孙子养的还挺有意思 李博文一脸的仇相 他不明白今天海若林大驾光临是有什么目的 海若林也不藏着掖着 他要许正晴近十年所有的交易账目 包括那些见不得的人 李博文表示他找错了人 而且他就一普通商人 海若林端起茶杯若无其事地说 许少爷那位因车祸重伤 导致难产的母亲是叫蓝琴 是你大学时代暗恋不敢表白 最后嫁给许家的那个女生 提起这个名字 李博文立马坐不住了 他不明白海若林到底想说什么 海若林继续说 蓝琴死了二十年 而你中年未婚 还特别关照许然 都是因为他吧 你知不知道 蓝琴一个心高气傲的金牌律师 家境还算安康 前途一片光明 为什么会辞去工作 嫁进名声恶臭的许家 而和许正晴儿子要好的女 应该很清楚 那小子就是表里不一的伪君子 蓝琴眼睛不瞎怎么会看上来 要说是因为钱 许正晴夺走八合会之前 身家资产还没有你家英诗 怎么看你都比那姓许的强 蓝琴要嫁入豪门也该选你 这些话无疑点到了李博文的痛楚 他跟许怀安都在大学新生报道 同一天遇到蓝琴 他也不明白他到底输在了哪 而且许怀安表面谦卑懂 背地里却玩得狠话 蓝琴那种性格独立坚强的类型 他根本不感兴趣 他还记得蓝琴的梦想 是成为名声赫赫的金牌律师 当时他还开玩笑说 如果哪天他有困难 一定会找蓝大律师帮忙打官司 突然有一天 他就收到了蓝琴和许怀安的结婚情节 这个消息打得他措手不及 他知道蓝琴做梦都想成为大律师 但没想到会在风生水起的黄金期 放弃工作选择结婚 这太不像他了 他有过怀疑 如果是因为爱 但爱上许怀安他又觉得不肯 海若琴说 是许正勤威蓝琴 如果不跟他混蛋儿子结婚 那他父母都别想活 可是两个人的性格天差弊别 婚后生活并不幸福 那混蛋对外装出申请老公的人生 私底下牙子毕虑 害得蓝琴遭了不少罪 李博文听不下去了 他觉得海若琴一定是胡编乱造 他也不会醒 海若琴言尽于此 他觉得青银堂不是号称京城的信息部门 所有富商贵咒的秘密也都有 作为老板 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 李博文不明白他又是怎么知道的这些 走之前 海若琴还是给他留下了信息 蓝琴有个关系 很铁的律师姐妹就住在S市 如果想调查真相就去宠她 李老板我等你的好消息 很快就到了许然和陈琴悦订婚这天 各界大佬基本都来了 当然也包括陆萧 见到她的那刻 陈琴悦迫不及待地想要炫耀一下 待会可要和我们多喝几杯 即便她和许然订婚 陆萧依旧不服 处处暗讽 订婚仪式只能说确定了恋人关系 陈李氏和然然如此恩爱 希望你们能尽快领证 共赴婚姻殿堂 哦我忘了 然然才二十岁 还不到法定试婚年龄 一年多的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就是不知道你们的爱情经不经的起考验 你要把握住婚姻 可别叫那些狂风浪蝶趁势上位了 这话听得许然有些尴尬 她让陆萧少说几句 何况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 许然什么时候到的她都不知道 陆萧也感觉刚才的话有些貌似 她轻渴几声掩饰尴尬 还说自己只是出于关心 所以把话说得直白了些 而且陈李氏应该也不介意吧 陈情月也学她装模作样了起来 她一把款注许然的腰 我怎么会介意呢 关于陆李氏的病情 我也是有所了解 谁会和一个精神状态不稳定的病人计较 爸说您早上出门 应该没吃药吧 待会客人落足 你吃了药可不能碰酒 我看干脆就做小孩那桌好了 如果不是许然在身边 估计两人都能干起来 陆萧不在讨嘴上便宜 她开始装起了可怜 像我这样的废园 估计到哪里都会惹人嫌弃吧 然然有那么多亲朋好友关怀 我的祝福可有可无 原本就是不值得的 我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说着话的同时 还咳嗽了几声 这副模样还真是我见有脸 许然果然心软 她使劲碰了一下陈情月 你少说两句 今天这么开心的日子 不要吵架呀 接着又对陆萧满脸笑了 陆哥哥 你别这样想 陈叔叔他只是讲话比较直白 没有挖苦你的意思 今天对我来说 是个很特殊的日子 你是我很重要的朋友 你不在场 我也不会开心的 你们可不可以化干戈为玉国 试着做朋友 陆萧满脸的委屈 然然的话我当然会听 人不放我我不犯人 我没有陈李诗那样的气魄和胸襟 但我绝不会主动去害人 站上血腥味的艺术 就不纯粹了 这话无不提示着 许然他被绑架的事 陈秦月哪里会不知道 他的话中谎 得不到就毁掉 被封批惦记是多么的可怕 即便他惦记的是别人的东西 也一样改变不了这样的想法 今天本是许然与陈秦月的订婚宴 作为许然的朋友 陆萧也来到了现场 谁知刚到就被陈秦月给摆了一条 这让他很是不爽 特别是看到许然穿上礼服的样子 简直好看极了 无论是身材还是长相 简直堪称完美 这么好看的人居然不属于自己 可陈秦月又算什么 他只是利用贪图他的年轻 真到大祸临头的时候 他一定会丢下许然独自逃命 他认为只有自己能配得上许然的喜欢 无论许然是生是死 是残疾还是植物人 他都会一如既往的喜欢 可他太孤独了 既然许然真心可怜他 那就让他变成和他一样的同类了 他的心里开始逐渐隐屈 一个大胆的想法也开始筹划 然而这一切许然并不知晓 此时的他正被爷爷强行带着 认识各界大老 他向爷爷保证 并不让他失望 一定会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获得爷爷的名 陈秦月觉得许然本就很优秀 也不需要别人的认可和证明 还没夸两句 却被许然觉得刻意 就在这时 李博文和海若林高调到场 谁知却被门卫给拦了下来 还说没有邀请函不能随意闯 海若林立马掏出邀请函 让他逼 刚好这一幕被许然撞结 他让门卫放两人进来 还说这是他邀请的客人 李博文把两人的鹤里 直接递给了许然 许然高兴的结果还表示了感谢 然而他们的到来 却让一旁的许晗川很不高兴 他阴沉着脸很势难堪 宴会上还有跳舞环节 陈秦月想拉着许然一起 一开始许然还有些害羞 陈秦月让他怎么开心怎么来 今天他是主角 但没想到陈秦月居然跳得这么熟练 陈秦月说 为了等这天 他可是专门学着舞蹈 以后交际的机会有很多 但是无论任何地方 站在少爷对面的舞伴只能是他 即便到时少爷为了气人 那残废哪怕四肢健全 也没资格代替他的位置 虽然这股酸味很冲 却让许然感到一阵温暖 两人的甜蜜真是羡煞旁人 一旁的李博文和海若琳都看淡 海若琳伸出手臂 邀请李博文一起跳舞 谁知被李博文给拒绝了 虽然您腹白貌美 蜂蜜牛存 但我心里只有男奇 而且也不喜欢凑热了 被拒绝的海若琳多少面子有点胖过 他忍着怒火一把拉住李博文的胳膊 想什么呢 我男人比你帅多了 我是想问你 蓝琴的事 你去验证了吗 这是李博文确实有过查证 蓝琴嫁入许家时被逼无奈 怀孕生子也非他所愿 这一切都是许正琴从中做狗 毁了他一生 海若琳让他把手上 关于许正琴的东西都交给他 李博文只要保持中立 其他的交给他 他要这里的所有人都不开心 此刻还沉浸在喜悦中的主角 还浑然不知大火即将来临 今天本是许然与陈清月的大喜悦 谁知竟成了一场杀戮 来人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要活着许然弄断他的诱勿 而这话刚好被陈清月听到 口音正是他老家的方言 而且他们提到了陆家 又是要弄断许然的诱勿 陈清月立马想到了陆萧 他没想到陆萧居然会这么变态 而他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许然 来人像是杀红了眼 见人就开枪 这也引起了陆萧的不满 他只是想要许然的一条腿 可没说要他变成脱灰 而他一个残疾如果再不逃走的话 估计一会也要变成炮灰 就在他准备逃跑的时候 陆瑶找到了他 见到陆萧没事这才放心 如果哥哥出现了意外 他妈和那个老头可是要打死他 这种场面还是许然第一次见 他感到很是害怕 陈清月为了保护许然也受了点伤 他把许然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又把外套和戒指都交给了许然 还让许然好好帮他保管 他知道这些人都是冲着许然来的 既然是这样 他就不能不管 他静止向里面走去 看着他的背影 许然急了 他知道陈清月是要干嘛 里面大概有二十几个人 而且每人都有刀和枪 光是一个陈清月根本不是对手 他命令陈清月赶紧带他跑 可陈清月根本不听 他要许然乖乖躲在那里不要乱跑 就在这时徐斌打来电话 接通电话的那一刻 许然立马训斥了他一顿 对于今天的安检 他表示无比的愤怒 本该是他大喜的日子 现在他所有的好心情都被毁了 徐斌对此表示很是抱歉 但对于今天的安检 他也不知道哪里出了批诺 而且订婚宴上的所有事宜 都是二爷负责监管 所有人员也都是酒店内部员工 审查很是严格 按理来说是不应该出问题的 他让许然到安全的地方滚 他们很快就会打烧 陈清月的武力值也不是干的 不一会就撂倒 对方践行事很不利 也不敢再拖下去 他命令几人赶紧去抓许然 然后割断他右腿的脚筋 其他人一起困住陈清月 可陈清月根本不给他这机会 眨眼的功夫就将此人碰面 顺便还拿到了他口袋里的枪 眼看着几人就要碰到许然 可最终还是快不过陈清月手里的枪 而那边的许晗川早就带着许正清逃跑了 许正清气得心脏病都要罢了 许然可是他的宝贝孙子 如果出现什么意外 后果真是不敢想象 他觉得今天的是许晗川是有很大夫人 不是让你提前排查所有服务生和看守人员吗 为什么还会有人持枪出现 许晗川让他不要担心 许然有陈清月肯定会没事 而现在最要紧的是送老头去医院 许正清哪里顾得上自己 他命令许晗川现在就去把许然带回来 然然要是出事了他也不用回来 许晗川知道许然不是大哥大嫂生的 让他豁出性命去救一个仇人的孩子怎么可能 虽然不能直接拒绝 但表面的工作还是要做的 他让手下的人先送许正清回家 他再去救许然 而那边的陈清月也控制住了所有人 本来想把他们都抓去给许正清审 但现在他改主意了 直到现在这帮人都没有放弃的意思 即便是放跑了也会留下后患 他只需留下两个活口就好 漂亮的男孩不一定是小白头 他有可能是个渣男 一边花言巧语的混浊陆家少女 谁知转头却跟自己相好的叔叔并婚 就因为他的朝三暮四 让原本属于他和叔叔的大写日子变成了场杀戮 好在陈清月三两下就被解决了 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新闻传遍了整个京城 而且还是发生在陆氏集团旗下的酒店 一切指向都是陆氏所为 这让陆福很恼火 就算我再怎么看许正清不顺眼 也不可能愚蠢到选在自己的地盘上闹事 这么一搞不光得罪了许家 还连带着激起重物 难道我是疯了吗 陆霄说是他做的 因为我不想看到他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所以偷偷雇了一帮人捣乱殷 明明之前说好会一直陪着我 但是转头就跟别人定婚 为什么陈清月可以 我却不行 刚还满腔怒火的陆福 在听到儿子这番言语时也沉默 陆霄也没想到陈清月的命这么一样 那么多人都没能拿下他一人 只要那些人打死不松口 这一切就不关他们的事 这件事必须平息 绝对不能查到陆家头上 陆福现在很后悔 当初就不该让陆霄自作主张 他怎么也没想到儿子会招惹那些 而且是一个眼里根本没有他的人 他问陆霄还要糊涂到什么时候 事到如今可不光是麻烦的事 陆霄觉得事已经做了 陈清月这个人是不能留了 如果他不死 然然永远都不可能正眼看他 他怒斥着父亲 他俩已经订婚了 难道你要我眼睁睁地看着 他们步入婚姻的殿堂吗 我做不到 他是父亲最疼爱的人 因为腿的事 父亲一直觉得亏欠 如今好不容易有了喜欢的人 陆父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 两人的对话全被门外的陆瑶听到 他觉得哥哥一定是疯了 爸爸居然也跟他一起胡闹 如果失败 徐正勤心账旧账一起算 那他们陆家不光在京城名里走低 说不定还会受到多方势力的联合打压 以后还怎么会 他一定要想办法阻止 很快他就找到了陈秦月 他提醒陈秦月 今晚要小心点 最近可能会有人找他麻烦 陈秦月问他怎么知道 陆瑶支支吾吾 其实是我哥哥想害你 这下懂了吧 陈秦月更不明白了 可你为什么要特意过来提醒你 说起这事 陆瑶也是满腔的怒 他们全家都是被陆瑶给点累的 从头到尾都是他犯神经搞出来的 他知道陈先生是会长身边的大红人 他希望陈先生能帮忙说几句 昨天的意外和他们真没有关系 新闻报道都是无稽之谈 再说人员也没有伤亡 不如直接大事化小 陈秦月说他明白了 但很抱歉 他不能答应 陆瑶不明白 明明自己都这么有诚意了 陈秦月冷喝一声 因为那些针对陆氏的报道 是他让人故意这么写的 而且他也知道 昨天那伙人确实是陆家安排 你们一点也不愿 陆瑶怕了 都怪我哥一世虎虎 实在不行 我去求父亲把我哥送疗养院去 就当赔罪了 陈秦月说他在八合会 只负责服从何执行 至于最终下决定 还得看老会成的意思 陆瑶现在是八合会的人 做错事就要遵循规律 接受惩罚 他让陆瑶放心 陆氏家大业大 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跑下去 但是他想这件事之后 京城这地方 他们怕是待不下去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许然打来了电话 他问陈秦月在哪 怎么那么吵 不是说受了伤在家休养吗 伤口还没痊愈就乱跑 晚上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这两天有个好看的电影 谁知陈秦月直接拒绝了他 还说今晚不方便 不如明天 许然没想到自己都这么主动 居然被他拒绝 而电话那头的陈秦月 正被一哥们纠缠 还问他要不要一起 陈秦月一脸厌恶地甩开男人 不好意思 我有约了 等他再和许然说话时 电话早已挂断 挂断电话的许然一肚子怒 该死的陈秦月去酒吧鬼混 还敢跟他说忙 刚订婚就不安分 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 风劈起来的叔叔 嘎起自己的腰子 连眼都不带炸 为了得到老婆的关心 突出他的眼睛 哄妖子那都不在话下 虽然老土但他管用 刚从酒吧出来的陈秦月 就被一群大汉围着 来人让他跟着部队走一趟 可陈秦月偏就不听 就是喜欢叫 不料倒个人无法彰显他的个性 每两下领头人就躺在了地上 小弟都下腿软了 他知道来人受谁指使什么目的 可不入虎穴又怎能掩得胡子 他让这群人把自己绑了带去覆命 来之前陈秦月早就做好了准备 我比较好奇的是 你居然会放任陆萧搞出那么多伯设 看我不顺眼可以理解 但是纵容他拿许然下手 难道你就不怕激怒许家惹过上身吗 陆成峰说没教育好自己的儿子 是他的不对 但作为父亲 他就算是犯下偏大的过程 他也得给他兜底 他希望陈先生能够理解 陈秦月说他不理解 我没有父亲母亲也早就去舍 陆成峰说他理解 人生无常 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不能改变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陈秦月可不这么认 都说世事无常 盛极必衰 不到最后 谁也无法料定最终的赢家会是谁 难道陆老板就这么确定 自己的所作所为无人知晓 陆成峰其实还是挺欣赏陈秦月的 怪就怪在他挡住了自己的路 许正琴要武扬威这么多年 我已经忍他很久了 他孙子也是 不知道给我儿子灌了什么迷魂套 一次次地让我失望 就因为你俩好上了 肖肖精神失控病得更厉害 他求着我杀了你 父亲眼看着你似我又如何能安心 等我在巴赫会站稳脚跟 许家那爷孙三代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在这荒郊野岭外 哪怕把你活埋了也不会有人发送 怎么你一点都不怕吗 想要的证据都拿到手了 陈秦月也装不下去了 他走到陆成峰的面前 我觉得现在这情况 好像陆老板林比较危险 他一脚踹在了陆成峰的脸上 陆成峰吓得连连后退 他一脸不可置信地指着陈秦月 打过了麻醉剂 居然这么快就恢复了体 快给我抓住他 没等小弟上前 陈秦月就解开了双手 他收起带有录音的打火机 接着开始教训小弟 知道这十二年间 有过多少人想要我的命 如果这么轻易就被制服 那我早该死千百回了 我的烟可不是随便 什么人都能抽的 拿了我的东西 就给我十倍还回来 撕心裂肺的惨叫 也把霍英吸引过来 当他看到陈秦月时 他早已解决了麻烦 只是自己也受了伤 他紧张地问陈秦月怎么样 要不就先回家处理一下 剩下的人他会交给许晗川 陈秦月说就是麻醉要刚过 胸口有点闷 他问霍英有没有到 霍英猛了 接着他带的小弟 就把刀递了上来 前阵子那两个 打伤许少爷之后 险被陆家灭口 不是来投奔我们的吗 我一直派人看着他们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陈秦月让他把那两人 和这几个同伙 一起送到许晗川面前 记得好好教他们说话 别露出破绽 霍英觉得那两人并不可信 他能背叛陆家就能背叛我 陈秦月说他们正被陆家追踪 左右都是死根本没得选 若是能顺利过了这段 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说着话的同时 陈秦月就拿着刀 对着自己的肚子 下去 霍英都吓傻了 有必要做到这一步吗 陈秦月觉得做戏就要做足 都说了是被集体追杀 毫发无伤有点说不过去 他觉得苦肉计虽然老套 但是有用 至少对他来讲这招足够了 果不其然 在许然得知陈秦月 被追杀差点丢掉性命时 别提有多害怕了 叔叔真是越来越有心机了 为了得到老婆的关爱 居然挽起了把腰子 而许然在得知 他被追杀快要死掉时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感到了病房 谁知却看到陈秦月 悠闲抽烟的营 这哪像是快要死掉的人 该有的状态 顿感不妙的陈秦月慌忙紧实 我刚从手术台上下来 麻药的劲还没过呢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霍英那小子都跟他说了 晚一些再通知你 我又死不了 少爷你不用担心 我好着呢 就是这回伤势有点重 可能要休养两个月 但好在没伤到腰子 算是万幸 许然一肚子的怒 他夺下陈秦月手里的烟 大声呵斥道 都什么时候了 还想着抽烟不要命的事吧 他把烟头狠狠地戳在了桌子上 见他生气 陈秦月慌了 少爷你离我尽敌 伤口太疼了 又不能吃止痛药 只有这个办法能减轻些我的痛 许然见他是个病人 也没再说啥 只是叹了口气 见他不理自己 陈秦月一把将许然拉进了环境 许然吓坏了 他让陈秦月小心 待会伤口要裂开了 陈秦月觉得没关系 还说他喜欢这样抱着少爷 医生说要是再晚五分钟 我可能就失血过多而亡了 许然更生气了 要是你昨晚没去鬼混 就不会一个人落单被打 这都怪你自己 害得我一路上怪紧张的 陈秦月抱住了许然 他知道许然嘴硬心烈 明明在关心自己 自从我母亲死后 就再也没有人真正关心过我 假如我死了 少爷你会不会为我流泪 许然让他不要瞎说 年纪轻轻 就让我守活广 我不得哭死啊 陈秦月让许然 不要总是拿这种玩笑话搪赛他 除非你现在答应嫁给我 那我就是死也甘心了 不肯答应是对我不够信任 还是说你从没把我 当成心里的首选 许然回避了这个问题 听说长期抽烟的人 体温会比普通人要低一点点 陈秦月让他不要转移话题 回答他刚才的问题 我马上就三十三了然人 虽然不算老 但也不年轻了 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我一心追求权力 想爬得更高 所以那时候 我可以坦然地 向许正秦发誓 这辈子我都不会成家 会忠心耿耿地 替许家卖你 可我现在后悔了 遇见你之前 我从没想过 自己将来会跟谁结婚 因为我那是一无所有 不想永远当个底层人 为了柴米油盐 荒度一辈 但现在我好像什么都有了 但最想要的 却是想找个人过日子 人有时候真的很奇怪 总是妄想些得不到的东西 果然贪婪才是本性 许然亲了亲她的额头 还说她可以贪婪 陈晴月问她 这算是默许吗 许然又开始 玩起了文字游戏 我不知道这算什么 我只是没有想过 会跟你分开 陈叔叔 我们能不能先 不要考虑得那么远 一辈子太长了 陈晴月把事先 准备好的戒指 戴在了许然的手上 她希望有一天 许然也能像他这样 主动为他戴上 林牙里找的小少爷 也有乖巧柔顺的意味 听说老公受伤住院 他马不停蹄地 跑到跟前贴身伺候 这可把叔叔感动坏了 只是目前绑架的事件 还未解决 许然一直无法安心 他觉得陆成风 虽然伪善 但绝对是个谨慎的人 绝不会在这种风头惹麻烦 订婚宴上的袭击 背后绝对有主目 知情的陈晴月 只等着看好戏 陆霄不计后果 闯出这么大麻烦 如果陆成风 不快点给他善后 等哪天查明了真相 他这个儿子也不用要了 许然让他好好休息 他明晚再过来 陈晴月说他狠心 许然承诺 他未来一周 都会寸步不离地陪着他 陈晴月觉得不够 他要许然陪他两周 许然答应了他 还说以后都听他的 天天伺候他穿衣吃饭 也不工作了 就在家里等着他回来 这样陈叔叔是不是更开心 许然难得的温顺 陈晴月很是胆慨 要是你以后都能这么乖 我真希望这上永远都不要痊愈 许然宠溺地捏了捏他的鼻子 这样的画面 让陈晴月感觉太不真实了 我喜欢现在的你 骂骂咧咧的也挺招人稀罕的 只要是许然什么样他都喜欢 这帮人落到许晴川的手里 也是真的惨 打得半死都没撬开一本消息 这时霍英闯了进来 这几个家伙都是受过训练的打手 您就算把他们身上的肉 一块块割下来 他们也不会松口 他让许晴川看看他手里的东西 订婚宴上的事 大哥他一直怀疑是陆家所为 未逼对方露出马脚 他还故意利用媒体造势 把所有的舆论矛头都指向陆家 这种压力下 陆成峰果然坐不住 就在昨晚 陆成峰派人绑架了大哥 因为怕大哥继续查下去 会威胁陆家的生命 所以就想将他悄无声息的灭口 这里面就是陆成峰故意伤人的证据 许晴川恨得紧紧捏着录音笔 他问霍英澄清月本人在哪里 为什么不亲自来 霍英说他受了伤 为了引陆成峰上钩差点丢了半条命 小然少爷前不久才去医院看望 他可以证明 大哥确实伤得很重 这话听得许晗川更生气了 你的意思是姓陆的第一次在订婚宴上失手 接着又顾忌重事派人去绑架陈清月 那然然啊 难道陆成峰也想把他一并解决吗 那老东西怎么敢 霍英有意提醒 二爷你也看出来了 陆家大少爷对小然少爷好像有些好感 兴许他是觉得只要大哥死了 他就有机会插足 这种神经病的脑子 鬼知道他在想什么 许晗川皱起眉头 莫非真是陆萧在捣鬼 想杀了陈清月然后取而代之 不过再仔细想想又觉得不太可 但凡四个正常人都不会选择 在富商名流聚集的场合动手 可要是那小子本就脑子有病 这个杀人的理由好像也合理 紧接着又送来了两人 霍英说 昨晚绑架大哥的那伙人跑得比较快 但还是落下了两条落鱼之网 他警告着两人 想活命的话就老实交代 问什么你们就打什么 知道吗 两人吓得连忙点头 许晗川问两人 是谁支持你们两绑架陈清月的 两人一口同声的说是陆成锋 这都是他的主意 包括上次破坏订婚宴的那些人 他们都是收了陆家的钱 我可以作证 许晗川让他们把所有的来龙去卖 都跟他说清楚 否则一个也别想走出这栋大门 最后他们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了 许晗川让人把他俩带了下去 下周二他会召开古宫大会 公开和陆霄对质解决这次的事情 就在两人快要被带走的时候 许晗走了进来 他问二叔是不是审忙了 他们都说了什么 许晗川说他们嘴太硬 到现在都不肯招供 不过拿到了新的证据 足够证明是陆家在背后捣鬼 小少爷一把抱住了叔叔 对他又是撒娇又是捏紧 还说有件事想跟他请示一下 因为陈晴月伤得很严重 短时间内没法离开医院 所以他想请个短假 突然这么热情 许晗川就知道不简单 只是没想到 小时候那么聪明 长大居然是个恋爱脑 许晗说自己都订婚了 关心一下陈叔叔也是应该的 等他伤好了保证 一定会认真工作的 许晗川宠溺地将他拉到跟前 还问他准备请几天假 许晗说两周 拉他的同时 许晗川也注意到了他手中的戒指 许晗羞涩地赶紧藏了起来 他慌忙转移话题 他问许晗川跪在地上的两人是怎么回事 霍英一脸的心虚 大哥昨晚被绑架 这两人也是帮凶之一 许晗川让两人起来 下周召开股东大会 你们要是出面指正也算是戴罪立功了 请好了假 许晗就想早点回去 他向叔叔到了别 还说周五之前 他会把手头上的工作弄完 许晗川不满意了 这才不到下午两点 你不在公司待着回家做什么 许晗说陈叔叔这回元气大伤 我得把他好好养着 刚好我会做一点饭 准备给他包个汤送去 许晗川酸了 怪不得陆霄对陈情乐恨的牙痒呢 那么迫切地想出这儿后患 你对他跟对别人还挺不一样的 就这么喜欢他吗 许晗猛了 跟陆霄有什么关系 不是他的父亲陆成锋 想害陈情乐吗 霍英赶紧解释 确实是陆成锋派人下的手 但更多的是因为陆霄对大哥怀恨在心 陆成锋也承认过 他是为了替自己儿子除掉障碍 才下此分手 要不是因为那场订婚 或许大哥他就不用遭受这个无望之灾了 许晗还是想不明白 他一个敏感脆弱热爱艺术的人 怎么能做得出来 再看向那两人 总感觉好像哪里见过 两人被他看得满脸心虚 许晗又仔细地想了想 这不就是之前埋伏在酒吧附近 害他后脑勺留下六公分伤疤的家伙吗 可为什么说他是绑架陈情乐的同学 难道这两次都是陆家指使 难道他真的招惹上了一个神经病 陆家做的这些破事 他不信陆霄会完全不知情 或许这一切都是他一手促成 这时许晗川突然站了起来 我待会有个生意要谈 这两人对我还有用 找个隐蔽的地方好好安置他们 许晗说他知道了 他让叔叔去忙这里交给他就行 他让霍英也回去 陈情乐一个人在医院有些不方便 你去照顾他 待把所有人都指开以后 他开门见山的说 没记错的话 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见了吧 上一次是淡色酒吧附近的停车场 还记得吗 被揭穿的两人吓得赶紧跪在地上道歉 许晗爷 我们有错在先害您重伤住院 真是对不起 可我们也是被逼无奈 陆老板的命令 我们不敢违抗 只要您能原谅 让我做什么都行 求你行行好放过我们吧 我家里尚有老下有小 许然不想废话 他让两人记住自己的身份 做你们该做的 下周二叔要召开股东大会当面对质 要是你俩赶在那时候 凡谁该扣过 我就把你们的两条胳膊 从头到手指头 开始一点点砸烂 两人吓得慌忙磕头 还说他们一定听话绝对配合 小少爷一改往日的嚣张 只想做个贤妻良母 他把亲手熬汁的药膳 递到了陈晴月的面积 还说他现在身子若需要多步 陈晴月委屈巴巴地表示 哪有让身负重伤的人自己吃饭呢 许然摇起一勺 递到陈晴月的嘴边 我都亲自下厨给你煮汤了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再说你胳膊也没受伤啊 快点趁热喝 凉了药效就不好了 陈晴月将头扭向一边硬是不喝 他要许然吹一吹 有点仪式感 许然帮他吹了吹 又递到他的嘴边 大郎来喝药了 要全部喝完哦 陈晴月一把夺过饭碗 猛的一口全部下毒 许然接着又帮他盛了一碗 是味道不好不想喝吗 陈晴月一把将许然拉入怀中 你自己尝尝这汤的味道怎么样 尝过之后 许然说有点苦 下次不做药善了 陈晴月觉得苦一点也可以 但是我喝了 你得让我多亲两口过过你 许然知道他又不老实了 他让陈晴月赶紧把身体养好再说 光动嘴皮子有什么用 又解不了馋 这副害羞的模样还真是让人心痒难难 陈晴月调侃着他 要不少爷可以试试那样 不会的话我可以教 这话听得许然面红耳士 许然觉得这种小事不需要他来提醒 我要是想了自然会用叔叔母 他让陈晴月赶紧闭嘴把药喝完 否则别怪他揍人 陈晴月无奈的答应 还说他会全部喝完 等他喝完了汤 许然又温柔的给他擦嘴 陈晴月问他是不是对谁都这么贴心 还是习惯了对人好 许然说他可没那么多爱心 你当我喜欢照顾人吗 你以后不要再受伤了 养身体好麻烦 陈晴月感动了 他抚摸着许然的脸带 那你为什么还要亲自来照顾我 还大费周章的熬药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许然害羞了 心脏也像重击了一般 可他就是嘴硬不愿承认 还说自己才不稀罕他这种老男人了 知道绑架的事和陆霄有关 许然直接找到了陆霄的家里 此时的陆霄正为画展做着准备 在正式亮相之前 他可不想被许然发现 他慌张地把作品给藏了起来 见到许然他面不敢思 然然我听说昨晚陈李世家被偷袭了 好像伤得挺重 那么呢 有没有受伤 许然不再像往常那样眉开眼笑 他一脸严肃地说我毫发无伤 就是陈晴月运气不好被统议 差一点就丧命了 真不知道谁这么混乱 耍这种下三满的手段 他拿出一本文件递到了陆霄的面前 就是不知道你方不方便现在签一下 陆霄看都没看直接签下了自己 当他签完再查看文件时 他傻眼了 没想到是份退会申请的文件 他问许然为什么 许然说他希望陆霄自愿退出八合会 大家好聚好散 至于原因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或者回头去问问你那位好父亲 陆霄表示很无辜 他一把拉住了许然 是我做错了什么 还是我父亲哪里惹到了你 许然冷漠地说 我和你是在美术馆认识 分开后不久我便遇到了一伙人的心情 你老实交代 这是跟你有没有关系 陆霄没想到许然居然知道了这件事 他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许然只要陆霄回答是或者不是 陆霄无言以对 他拉住了许然 答案显而易见 许然不愿再与他纠缠 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害死我 我当时甚至怀疑过陈晴月 都没怀疑过你 这样你都能心平气和地在我面前装无辜 你到底在想什么 说完许然就离开了 陆霄很不甘心 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你是许正琴的孙子 如果我早一点知道 我一定不会容忍我父亲伤害你 他想让许然相信自己 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害他 那只是个意外 可话到嘴边他又开不了口 但他也绝不会就这么让许然离开 如果今天留不住他 往后就再也留不住了 他拼了命地从轮椅上站了起来 可没走两步就从楼梯上滚下来 见到这一幕的许然还是心软了 他和阿姨一起将陆霄扶了起来 陆霄抓着许然不停地道歉 还求他不要离开 许然又将他扶到了沙发上 陆霄害怕许然离开 死死地拽着许然不放 阿姨一边给陆霄包扎伤口一边说 我刚刚离得远没听清 感觉你们像是在吵架 许然说是闹了矛盾 怪我不好 我可能说错了什么话刺激到他 阿姨伤心地说 我们家少爷以前不是这样独怪的性格 他以前很开朗 可自从断了腿就什么都变了 外人的冷嘲热乎 再加上心理压力和落差 有时候他会控制不住大发围体 做出许多无法掌控的事情 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 但这都不是他的本 他只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想法 但他每次看到你 眼里总是亮晶晶的 能一连着开心好几天 也很少发脾气 许然说自己和他只是朋友 而且他也没那么大的影响 阿姨跪在许然的面前 我是看着他长大的 大少爷他真的很喜欢你 所以我求你行行好 千万别丢下他一个人 至少等少爷醒过来 许然看了一眼陆霄 没忍心拒绝直接答应了阿姨 还说自己不会不管他的 叔叔不就嘎的腰子 受点委屈那能阻地 谁让他吃得好 有个漂亮又多斤的老子 这不大白天就在医院给吃什么 这格谁看了能不羡慕极度 不绑架他绑架谁 那边许然刚去陆霄家 这边陈晴月就得到了消息 过英说小少爷一大早 就去了公司管理工的门 好像是什么退回生命 他感觉小少爷应该去找陆霄退回 陈晴月没想到许然 居然会用这种方式 解决陆家主动退出 霍英贴心地给陈晴月 把好橘子送到他的嘴边 还说要是换成他也不能忍 陈晴月懒得搭理他 心思早就跟着老婆跑了 霍英一边吃着橘子一边得意 大哥陆家一走 今后你就可以高准无忧了 情场上少了个情敌 事业上少了个对手 您挨这一刀不亏 陈晴月叹了口气 霍英问他怎么闷闷无论 你受了重伤 许少爷心疼你还给你下厨做饭 你只要利用他的同情心和愧疚心 还不把他一下子给拿捏住 陈晴月觉得 光靠怜悯和愧疚是走不长野 我要的可不是他的愧疚 霍英问他 许少爷会跟姓陆的彻底划清界限吗 露霄可是差点把他害死 这总不能轻描淡写地原谅了 陈晴月知道许然耳根子软 有时候刀子嘴斗鼓心 天天的露霄又是擅长演戏半可言 说着说着就来气了 该死的狗屁羔羊 最好别给我耍什么花招 时间过去了很久 陈晴依旧没有醒来 许然也不想再待下去了 他看着桌子上的文件 想着退回文件就算签了也起不了什么大用 要不就等着下周二的股东大会 再正式地把饭聊 再将陆家彻底地提出八合会 但许然走后 陈晴就醒了过来 他就知道 许然不会那么狠心丢下他的 他觉得自己又有机会了 看着桌子上的文件 陈晴又开始发疯了 他不明白 为什么许然会知道几个月前发生的事 而且父亲不是说一切都处理干净了 为什么还会走漏丰盛 他把这一切都算到了陈晴越的头上 为什么他不去死 他猛地抓起一把羊塞进去 没多大会 他就清醒了过来 清醒后的他又为刚才的发疯 谈到馈主 可他想做一个不需要每天吃药 就能控制住思想的正常人 为什么这么慢 他不知道这种恶心的日子 到底还要承受到什么时候 最后他直接拎了不去 这时阿姨走过来 他让陆霄先起来吃点东西 可怎么都没叫醒 在他准备去叫醒陆霄时 却发现脚下的药物 许然来到陈晴越的病房 他想和陈晴越解释陆霄的事 陈晴越说他听说了 他自己接受不了现实未退轻生 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陆霄被送去了第二中心医院 离这儿不远 如果你实在不放心就去看看吧 许然一边削着苹果一边说 我来陪你 你居然劝我去看别的男人 安得什么心 陈晴越说 比起短暂的几个小时 我更在乎往后的几十年 假如这件事一直堵在你心里 不去解决的话 那点微不足道的愧疚感 可能会让你记太一倍 许然咔嚓咔嚓地肯定平衡 我没有那么泛滥的圣无心 就算他死了 也只能怪他咎由自取 我难以安心 只是不想自己为他背负上一条罪女而已 他凑近陈晴越的身边嗅一嗅 话说你没在西安了吧 好像是没位了 陈晴越捧着他的脸蛋 少爷都发话了 我又怎么敢不听你的 两人腻歪了一会儿 许然贪软地趴在陈晴越的身上 但没想到小蘑菇再次苏醒 他想做什么许然再清楚不动 许然毕竟心软 最后还是没抵抗住陈晴越的三言两语 一口鲜奶下毒 许然害羞了 陈晴越问他是不是很难受 明知故问 嘴巴都要疼死了 许然也懒得搭理 陈晴越假装无辜的道歉 许然又是火大 我自愿的你道什么歉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把身体养好 公司里没有你在身边 我总觉得不踏实 陈晴越问他只是因为工作才想到我吗 虽然许然很不想承认 但还是向陈晴越说出了心声 其实是我自己想你了 听到这话的陈晴越开心极了 他激动地抱住了许然 然然 我们之间这层残破不堪的窗户纸 终有一天要你自己亲自戳破才行 糟糕 我们的小少爷又被人给惦记了 那边的神经病还没解决这又来了个疯癖 他可是陈晴越打腰子才追到手的老 这下可得看见了 而许然却在照顾老公的同时还忙着工作上的事 陈晴越都心疼了 许然觉得那都不算是 何勇伯伯不在 他那个外甥能帮衬一点 就是人有点怪 每次见面他都笑一鸣的 好像很热情 但不知道为什么总让人心里发麻 甚得慌 陈晴越觉得既然让你感到了不快 以后离他远点就是了 终于到了古东大会这天 大家从九点等到了十点都没见到陆霄的人 这也惹得其他李氏很不耐烦 他这都休养了多少天了 敢做不敢当打算当缩头乌龟吗 何勇的外甥言绝认为没有等的必要 不愿意露面 那就按照规定的流程败事 如果在座的各位没有意义 即日起 陆家就正式从八合会出名 并且今后终止任何形式上的合作与往来 言决第一个赞投 有人觉得陆成风就是孬主 事情败露就装起了孙子 陆家这几年处处被我们八合会压一头 他恐怕早就心怀不滚 安排他那残废儿子进来 说不定就是打探情报的 对于这件事 大家各有见解 许然也觉得大多数都在工会待了十几二十年 对这个地方感情深厚 突然容纳一个外人进来 确实有着诸多风险 目前陈理事的伤势尚未权益 余下的事务大家分工照应的些 等陈清月回来以后再全部交给他辅责 这时有人有意义了 陈理事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再加上陆霄的位置空缺 您是要让陈理事一个人接管两个人的活吗 许然反问他是否有意见 被他这么一问 那人也不敢再有意义 见他没意义 旁边的人也表示赞同 许然见大家都没有意义 也就多说了几句 陈理事能力出众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我相信他一定能够不复所望 既然大家都不很对 那就这么定了 就在准备丧会的时候 许晗川却站了出来 这件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 陆家有胆子拿我们许家开刀 他就得做好被报复的主 他想让许家成为校伙 我就叫他死都不得安宁 话音刚落 陆霄就推着轮椅走了进来 他先是向许晗川说了声抱歉 我来晚了 说完就对着退回申请 签下了自己的席子 许晗川让人把他带到自己的办公室 有些是他需要当面对治 陆霄说没那个必要了 确实是我做的我都认 许晗川说既然你都大方的承认了 那我们就按照以往的规矩办事 凡是对内部成员下毒手 破坏公会次序和安宁的 都要砍下一只手以示惩戒 听到这话的许晗不淡定了 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这个规矩 陆霄已经失去了一条腿 如果再要他一只手 他不敢再往下想 他赶紧跑到许晗川的面前 拉住了他的胳膊试图阻止 二叔 其实说到底 陈青烈才是这两起事件中 受影响最大的 我想他更有资格来做决定 至于我被人偷袭那次 时间过得太久 伤口早就愈合了 我们不用跟他有太多虔诚了 听他这么说 陆霄伤心急了 他问许晗是不是对自己很失望 许晗说你应该对我更失望 我不是那个能和你灵魂共鸣的知己 更不是什么救命稻草 我只是怀着其他的目的 一直都在骗你而已 陆霄不愿相信 在许晗快要离开的时候 他拦住了许晗 几乎用祈求的声音 然然我知道你在骗我 没有人会愿意主动搭理一个神经病 虽然这样讲比较貌美 但我还是想拜托你 这些事情都是因我而起 跟我家人无关 无论怎么样 结果我一个人来承担 请你放过陆家一马 许晗有些无奈 所以你一开始就不该做那些事 不然的话我们还能继续做朋友 可陆霄根本没想过跟许晗做朋友 都说艺术家很爱幻想 从第一次见面那天起 我的幻想全部是你 我说过 我可以为了热爱的东西付出一切 哪怕是这条命 你也说过 你不会不管我的对吧 许晗是说过这话的 此时的他无言以对 他叹了口气 身后什么时候多了的严爵 他都不知道 看到严爵差点没把魂下定 许晗也没太多心情理 他直接走开了 可严爵就不一样了 他认为许晗就是个 鲜活的漂亮的脆弱的死亡 还真有意思 出院后的叔叔迫不及待的 想要和老婆贴体 还逼着他问要不要嫁给自己 看这样子也是憋坏了 知道老婆太招人 他是一刻都不愿在医院待了 这下非要闹着出院 许晗担心的要命 他苦口婆心的劝着陈晗月 伤口的缝盒都还没长好 这里有人定期消毒 环境也能将久 万一出去之后 不小心感染怎么办 可陈晗月偏就不听 还说在这儿待几天没法洗澡 现在浑身都难受 许晗说我不是给你擦身子了吗 医生说你的伤口身 起码要休养一个月 才能随意走动 陈晗月说已经好很多了 只要不是剧烈运动都没问题 不管许晗怎么劝 今天他是非要出院不可 无奈的许晗也只好答应 回到家之后 陈晗月将全身洗了个干净 许晗贴心的给他擦了擦头发 这下陈晗月又不老实了 还说许晗好香 许晗说是沐浴露 身上香不是很正常吗 而且你不也经常用 陈晗月情难自禁 对着许晗的巧克力就咬了一口 许晗怒了 这一口着实有些力道 估计都肿了 陈晗月说他要看看严重不严重 此时的许晗就像盖宰的羔羊 他让陈晗月不要闹了 不然把他逼急了 他就往他伤口上传 陈晗月笃定他不舍 许晗赶紧岔开话题 陆霄今天离开的时候 拜托我不要迁怒陆家 他说愿意自己一个人承担责任 陈晗月问他是不是心软了 老爷子连陆家一个手指头都没来激动 他紧张个什么劲 还是说你提出这个 是想让我替他求情 许晗心虚的解释不是 没等他说下去 陈晗月就砍了起来 别的我都可以不管 但至少在我们私下独处的时候 你得全心全意的想住我 就这么一点要求 你都不能满足我吗 许晗说他没有心愿 只是还没想好怎么报复他们 陆成风不是安分守己的人 虽然有点对不起陆霄 但这一回我必须让他们身败名裂 在无翻身的余地 说着话的同时 陈晗月就上手了 他来我们的许晗又要被叔叔给拿捏了 陈晗月让许晗只要沿着老爷子 给他铺好的路一直往前走就好了 坏人由他来做 如果你觉得心里过意不去懂 就可怜可怜我这个三十好几 还没讨到媳妇的老爷子 许晗想要确认一下 他问陈晗月是不是真心想跟他过一辈子 陈晗月说 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自己会接人 喜欢上你之后 我从未设想过将来有一天会离开你 然然我爱你 可能你现在还没法深刻体会到这种感情 但是没关系 我们两世间有的是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再理解你算了 今天的陈晗月很不一样 他对许晗说了很多感性的话 许晗说 虽然现在我对你的喜欢还没有你那么深 但我会慢慢爱上你的 陈晗月激动了 所以你这是要跟我结婚的意思吗 许晗不愿再说这个话题 陈晗月非要逼着他问 是不是要结婚 许晗不愿承认的承认了 激动的陈晗月又要激动了 这下许晗有的瘦了 小情侣的日常真是太甜了 自打两人互通了心意之分 相处起来还真有点老夫老妻的感觉 本以为用点手段骗老婆同情的事 就能瞒天过海 谁知还是没瞒过许正晗这条老狐狸 原来陈晗月绑架的事他全都知道 陈晗月本想利用这件事把陆家一网赶进 却没想到被许正晗给阻止了 他很不理解 一旦买凶杀人的罪名成立 陆成峰就难逃牢欲之灾 许正晗说 叫陆成峰坐牢容易 但叫他坐一辈子却很难 还有他那两个儿子也不是省不得懂 老爹坐了牢 难保他们不会对许家怀恨在心里 干脆个退一步 只要陆家愿意当众认错道歉 并举家搬离京城 放他们一马又和好 就这么放过他 陈晗月心里多少有些不甘心 许正晗问然然在不在身边 陈晗月说他还在休息 待会醒了就让他给你回电话 许正晗说不用 有些话他还是不听为好 你被绑架那天中午和陆成峰的二儿子见了一面 紧接着晚上就出了事 那时陆瑶知道我跟陆萧不合 希望我能放下成见 所以才去找你说起 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人 因为一时疏忽就落入他人陷阱 我不觉得你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然然他傻就傻在容易心人 但你不会 被拆穿的陈晗月当即就慌了 许正晗接着说 陆家那边 没有我的吩咐不要轻举妄动 我的时间不多了 寒川也不能管着然然一辈子 以后都要交给你来照顾 就当是最后替他记得 我不希望因为这件事闹出人命 或者撕破脸皮叫人家看笑话 倘若陆成峰实在不知好歹 那就不是牢狱之灾这么简单的事 他都这么说了 陈晗月坐到他的身旁 手也伸进了被窝 接着又亲了亲他的额头 一阵凉意将许然惊醒 醒来后的许然伸了伸懒腰 我饿了有吃的吗 陈晗月一把抱住了许然 他问许然想吃什么 他去让人坐 许然说 这几天陪你吃得太清淡了 我要吃顿辣的 那就酸菜鱼吧 多放点辣椒 很快陈晗月就把酸菜鱼 端到了他的面前 许然又开始撒起了胶 我现在胳膊酸不小 也不想踢鱼刺 你喂我吃吧 陈晗月快速地踢好鱼刺 又将肉送到了许然的嘴边 他问许然是不是很喜欢叫人伺候 许然说 小时候习惯了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有爷爷在身边 我也不会饿着 八岁以后去了国外 就只能学着自己照顾自己 陈晗月问他 老爷子不是安排了一堆人照顾你吗 许然说 我不喜欢不熟悉的人靠近我 其实刚到国外的那两个月 我心里挺害怕的 每天都闹着要和爷爷视频 他觉得把我留在身边太危险 我也不想让他担心 所以从来没说过想回来这种事 再后来长大一些 在哪里生活也都无所谓了 其实我性格很黏人 也很敢小的 我甚至不敢想象 如果爷爷走了 我一个人要怎么办 陈晗月捧着他的脸蛋深情地说 你还有我 许然抓着他的手掌 是啊我还有你 陈叔叔 你能不能陪我久一点 陈晗月问他 多长时间算久 许然说 那就五十年起步吧 虽然我俩没有长命百岁的运气 但努力一点点 再活半辈子还是可以的 他拉起陈晗月的手 要不要出去走走 我们去外边转一圈吧 正好快过年了 咱们提前采购一些东西来布置布置 陈晗月不知道他说的要布置什么 许然说就买些画板件和灯笼 把这屋子里装饰一下 这么大的房子本来就没几个人 不加点东西就更冷清了 陈晗月说你喜欢就好 反正将来也是留着跟你一起住的 等我死了房子也留 没等他把话说完 就被许然给阻止了 不要乱讲话 不吉利 陈晗月立马道歉 对不起 怪我说错话了 许然拉着陈晗月就往外跑 还说罚他现在就陪自己出去搭过我